石涛站在孟建的身旁 听到他的话语 伸出自己手肘 轻轻地碰了孟建一想 我说公威啊 你怎么整日便只是想着吃 这可是功臣宴 若是咱们几个人能够在功臣宴中 好好表现一发 定然是能够在主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那样的话 以后咱们在太尉府中生活 定然也会变得好的很多的 只有我们在向主公展示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出头机会将会大上很多的 相较于孟建听到功臣宴之后 心中所能够想到的只有师而言呢 石涛的心中所想到的显然更多一些 话语落下 石涛看向了站在孟建另一侧的叙述 原哲儿 今日我们去参加功臣宴的时候 要不要好好地表现一番 这样的话 对于日后在太尉府中的发展 总归是有些好处的 徐树在听到石涛的话语 默默思考一番之后 徐树将视线落在石涛的身上 朝着他轻轻地摇摇头 我们不必如此 昨夜在城池中 我们几人的表现 想来主公此时应当是清楚无比的 仅仅是昨晚的那些表现 便已经足够了 若是我们再在功臣宴之上 还要特意地表现一番 虽说能够在主公的心中 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但是也有可能会在别人心中 留下爱炫耀的形象的 既然已经有了功劳了 又何必如此炫耀 展示自己才能呢 说完这句话 徐树没有再多说什么 石涛听了徐树的话语 现实微微地一愣 但是仅仅是一会儿的功夫 他便已经想明白了 徐树所说的话语的意思 眼神一变 朝着徐树重重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如此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几个人便好好的 吃上一顿功臣宴吧 正好也可以尝一尝 龚文威想吃到的功臣宴中的好东西 究竟有些什么 孟剑站在石涛身旁 轻轻地应了一声 然后伸手指向 原本周瑜坐着的地方 周先生过来了 想来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事实与孟剑所说的 没有任何差别 周瑜在与法政简单地谈了几句之后 便直接带着徐树他们一行人 离开了周府 朝着太尉府直奔而去 当周瑜他们几个人来到太尉府门口的时候 正好与黄忠甘宁两个人碰面 黄将军 请吧 周瑜走在最前方 看到刚刚走到门口不久的黄忠他们两个人 朝着他们拱手喊道 这黄忠原本正在与站在太尉府门口的守卫交谈 听到周瑜的声音 黄忠转过身来 面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哦 公姐啊 没有想到你们几人竟然也是此刻才来 这样看来的话 我与兴巴来的时间倒是正好 就在刚刚的时候啊 我还在询问这的守卫 你们一行人到底有没有进去 说到最后的时候 黄忠昂首发出来豪迈的笑声 甘宁站在黄忠的身旁 在黄忠话语落下的同时 他朝着周瑜等人行了一礼 看向周瑜身后那几道陌生的身影 眼神中有着几分疑惑的神色 若说是法证的话呢 甘宁倒也还认识 但是徐树、施涛、孟剑三个人 他们昨夜才算是正式加入到太尉府中的 之前从未在甘宁的面前露过脸 甘宁不认识他们也实属正常 注意到甘宁的目光周瑜轻轻一笑 带着徐树和法证一行人 走到太尉府的门口的同时呢 也是当作中间人相互介绍一番 经过周瑜的一番介绍 相互知道了对方究竟是谁的法证 徐树和甘宁等人 对于对方心中都是有了几分熟悉感 小侄、原侄还有工为广员 你们加入的太尉府中 便已经算是成为了我甘宁甘心霸的朋友了 你们以后若是遇到有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直接来找我 你们放心 只要是我有能力替你们解决的 我绝对不会推辞 说完这一句话 甘宁豪迈地拍了拍自己胸膛 发出了闷闷的声响 我告诉你们 别看我现在还是军营中的一名普通士族 但是主公前不久的时候 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日后定然能够成为水军统领的存在 到了那个时候 不论你们遇到什么麻烦 我绝对都会帮忙的 黄忠听到甘宁的话语 原本因为见到周瑜而变得有些喜悦的心情 顿时发生了变化 嘴角轻微地抽出了几下 黄忠的目光恶狠狠地看向甘宁 见他还有想继续说话的趋势 直接伸出自己左拳 自上而下 轻轻地敲在甘宁的头上 我说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八字还有没有一撇的事情 你竟然还能够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面色阴沉地转过身 黄忠不等甘宁继续说些什么 直接强硬地伸手拽他的衣服 将他拽进了太尉府中 不要再胡说些什么 功臣宴便很快要开始了 赶紧跟我进来 甘宁原本还想跟徐述等人说些什么 好好的交流一番感情 在黄忠的强硬的拖拽之下呢 原本只能够不停地挥舞自己胳膊 毫无反抗之力地走进太尉府中 终于看着黄忠与甘宁两人消失的身影 面色无奈地摇了摇头 颇为好笑地叹了口气 以现如今的移动速度来看 估计最多再有两天时间 自己便能够到达吴郡 坐在马车中 掀开车帘 看了看马车之外的场景 诸葛亮放下了车帘之后 在自己心中默默地想到 昨天晚上的时候夜观天象 发现吴郡那边的形势 现如今已经变得一片明朗 再也不如以往一般 形势那般复杂 这样的话自己现在过去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低下头将自己视线 落在自己手中所拿的书籍上 诸葛亮此时的心中情绪 却是早已经飘远 直接飞到了吴郡中 现如今吴郡的形势稳定下来 就算是原职公威和广元 他们三个人 此时已经到了城池中 想来也不会遇到什么事情 那样的话 倒是可以放心不少 口中轻声呢喃着说完这句话 诸葛亮的话语微微地一顿 双眼直接眯起来 在他的脑海中 浮现出来了以往的时候 徐树与自己下棋的时候的 嬉笑嘴脸 心中涌起了一股怒火 原来是说好了 要等到吴郡的形势 彻底安稳下去 方才离开隆中 结果没有想到 原职竟然是这般 耐不住性子 甚至于在离开隆中之前 还直接带走广元和公威 他们两个人 在诸葛亮的印象之中 石涛和孟建他们两个人 那可是十分老实的存在 如果不是因为有着徐树 在这件事情中作怪的话 按照他们几个人之前 所讨论的时候 所说的话语 在吴郡的形势 变得彻底明朗之前 他们两个人是绝对 不会离开隆中的 若是你们三个人 在吴郡中没有遇到什么事情 那还算是你们幸运 要是你们一不小心 被卷入风波之中 就算最终是安然无恙 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我也会让你好好的 尝一尝我的厉害 原直 话语说到最后的时候 诸葛亮说话的声音 明显减小 但是其中所夹杂的意念呢 确实要比前几句话 都要强烈 好巧 郑小端起来自己面前的酒杯 小啄声一口的徐树 突然感觉自己鼻子 起氧无比 连忙转过身去 伸出自己长袖 挡住自己脸庞 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徐树的脸上 露出了几分疑惑的表情 怎么在这个时候 自己会打喷嚏啊 昨晚的时候 自己明明盖好杯子了 感觉鼻子痒痒的感觉 渐渐消失之后 徐树方才再一次 转过自己身子 伸手去拿自己刚刚 就要想拿起来的酒杯 原直啊 昨晚可是受凉了 刚刚端起了酒杯 徐树便听见了 吕哲疑惑的话语 抬起头来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庞 徐树轻轻地摇了摇头 哦 多谢主公关心 原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昨夜在周府中 休息的意识不错 今日之所以会打喷嚏啊 某也说不出来 具体是什么原因 吕哲文言 轻轻地点了点头 啊 没有受凉便好 等到下人们将你们几个所住的房间 彻底准备好之后 你们直接从周府搬出来 住进那些房子中便可以了 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的住处与太尉府之间距离 也会变得更近一些 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 和现如今相比 也会变得更加方便一些 说完这句话 又与徐树闲谈几句 吕哲将自己目光落在甘宁的身上 行吧 昨天夜晚中 你与汉生所执行的任务 完成的情况很不错 方才听汉生说 你现如今已经能够完美地 掌握体内气息的运用 可以进行一定的跨界战斗 这可是真的吗 正在吃肉的甘宁 听到吕哲的话语 快速挤一下 将自己口中食物咽下去 站起身来 朝着吕哲重重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昨天晚上的时候 最后与我进行战斗的那名持舰武将 他自身实力 其实已经达到半步绝世的程度 但是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 我确实最终取得了胜利 同时也在那场村庄中 跨界战斗中 我方才真正地领悟到气息的运用 并且彻底地掌握 快速地说完这一系列话语 甘宁静静地站在原处 没有再有任何动作 吕哲伸手揉了揉自己额头 朝着甘宁挥了挥手 坐下坐下 今日本来就是功臣宴 主角是你们这些人吗 在宴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便已经说好了 今日不必拘束 别人都做得不错 怎么就你这么紧绷啊 甘宁文言挠了挠头 面上有几分尴尬 听从吕哲的话语便直接做了下去 功臣宴呢 这种东西呢 他本是在听到黄中的解释之后 方才知道究竟是什么 再加上甘宁想要在吕哲面前 好好地表现一番 此时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倒是也不算太难理解 很不错 以你现如今的年龄 成功地掌控了气息的灵活运用之后 日后若是想在舞蹈这一步 再有进步的话 会变得容易很多 昨天晚上的时候 你在村庄中的表现十分亮眼 我很满意 说到了这里 吕哲的话语微微地一顿 上下打量了一番甘宁 伸手抚摸着自己的下巴 在心里面想着些什么 不一会儿的功夫呢 在甘宁渐渐地 开始担心起来的时候 吕哲再一次开了口了 鉴于你昨天晚上的亮眼表现 虽说你现在还不能够 直接去做水军统领 但是我倒是可以 分给你一支百人小队 让你当他们的队长 在水域中好好地闯荡一番 怎么样 你有没有兴趣啊 行吧 甘宁的身躯微微颤抖 如果不是黄忠坐在他的身旁 伸手轻轻地戳了一下他 对他的眼神又示意了一番的话 恐怕此时激动无比的甘宁 自己都不知道 应当是说一些什么好 再一次连忙起身 甘宁目光紧紧地落在吕哲身上 恭敬行礼 缓缓开口 行吧 谨遵主公命令 原本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功臣宴 而在宴席之上 无论是吃饭还是交谈 都是有些许拘谨的甘宁 在听到吕哲口中的任命之后 好似变了一个人 表现比以前要活跃了许多 就算是此时仍旧与他有些间隙的黄忠 甘宁在公传宴中也与他恭敬了几杯 直到宴席结束 甘宁似乎还有着几分意犹未尽 看着吕哲消失在自己视线中 甘宁喝尽了自己手中 所握着的酒杯中的酒水 轻泽了一声之后 随后便身躯有些摇晃地 走到徐树与法正等人的身旁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世纪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揽住了想要起身站起来的徐树的肩膀之上 甘宁将自己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 面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徐树 徐原职啊 打了一个酒格 甘宁的身躯微微地摇晃一下 随后晃着自己的脑袋 微微地定了定神 他再一次将自己目光落在徐树的身上 原职啊 记得我之前和你说的话 在以后的时间里面 你若是在城池中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 疑惑者是单单凭借自己没有解决的事情 找我 找我甘心吧 伸出了另外一只手 用力拍击自己胸膛 发出了一声又一声沉闷的响声 甘宁的脸上露出了几分骄傲的表情 只要是我能够办到的事情 我绝对会帮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就算是在我能力之外的事情 就算是我没有办法替你解决 我也会找人去替你解决 以某在城池之中的关系我 想完成这样的事情 其实还并不算是什么太过于困难的事情 徐树坐在座椅上 感受着自己肩膀上时不时加重的力量 听到甘宁的话语 他的面带笑容点了点头 这一点原职会记在心中的 若是原职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定然会找星巴帮忙 在之前的功臣宴中 徐树通过众人介绍 以及相互之间的交谈 对甘宁倒是了解几分 见徐树回话 甘宁的面上笑容更是灿烂几分 你别看刚才宴席之上 主公只是让我当一个百人小队队长 以我的能力 只要给我一个能够施展自身才能的机会 我肯定会快速晋升的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是你遇到什么麻烦 直接来找我就是了 说完这句话 甘宁将自己目光落在了徐树身旁的几人身上 不仅仅只是原职 孝职 而广员还有公威 你们三个人和原职一样 无论是遇到什么麻烦与困难 只要是我有能力去解决的 直接来找我便是 我一定会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话语落下 与徐树闲谈几句 听到远处黄中喊他的声音 与众人告罪一声 直接快步走到黄中的身旁 黄了头 你在这个时候喊我有什么事啊 我和原职他们聊得正开心呢 他们甚至都已经打算过几天 到我住的地方去 和我好好聊一聊呢 黄中文言暗暗地咋舌 看来甘宁与徐树他们几人 关系升温进展迅速 这才仅仅只是一顿饭的时间 便已经提升到了这种程度了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你应该回军营了 既然你们已经约定好了日后 再好好聊聊 那正好不需要 在此处耽误太多的时间 以后的时间还很长 你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交流 现如今你最重要的任务 便是好好地学习一下 究竟该怎么样去调兵潜将 毕竟在这次功臣宴结束之后 你已经算是一百名士族的队长了 若是有什么任务需要你出去执行 你只有掌握调兵潜将 才能够更好地将自己手下的 这一支百人小队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黄中的心中啊 虽然有些惊讶 甘宁与徐树等人的关系进展速度 但是在面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 而是语气平淡地开口 将甘宁现如今应该做的事情 缓缓地说了出来 除了学习有关于 调兵潜将方面的知识之外 一些兵书你也应该好好地看一看 现如今你与原职他们的关系也算不错 若是遇到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正好呢可以跟他们好好地交流一番 这些人都是谋士 对于你所遇到的兵法之上的问题 想来是能够轻松地解答出来的 话语微微地一顿 黄中的双目微眯 除此之外 你昨晚毕竟刚刚掌握了气息的完美运用 依我看 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最好还是练习一番 这样的话 在以后真正的战斗 方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收发自如 而不至于在战场之上 出现什么突发的情况 说到最后的时候 黄中的语气又加重了几分 显然是想要将甘宁呢 将这些话彻底地记在心里 甘宁站在黄中的身旁 虽说是因为喝了酒 面色变得有些红 但当他听完黄中所说的话语之后 仍旧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黄老头 你放心吧 你所说的这几点呢 我在回去之后 都会好好地去提升的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甘宁的面上浮现出来 几分灿烂的笑容 我可是要成为水军统领的人 要是还不知道提升自己 我都不用待在军营里了 直接去重地得了 经过了今日的功臣宴 与黄中喝酒聊了一番之后 甘宁的心中对于黄中的敌视 倒是弱了几分 现如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虽说还并不算是很亲密 但也不像以前的时候 关系那般僵硬 轻轻地点点头 黄中仰头喝完自己杯中的酒 直接站了起身 你先回军营去吧 我还有些事情要和主公聊一聊 甘宁听见这句话 眼神闪烁 脑海中浮现出来 昨天晚上他们二人进入城池中 所发生的事情 轻声开口道 何是昨晚那件事情 城门边的 正是那件事情 回应了一句 黄中漫漫地消失在甘宁的视线中 太尉府的书房 离开了功臣宴之后 吕哲直接来到此处 慵懒地半躺在座椅之上 伸手轻轻地揉了揉自己额头 闭眼休息了一会儿 之后他方才再一次睁开自己双眼 经过今天的功臣宴之后 甘宁应当会勤奋地去提升自己 水军统领的职位 想来用不了太长时间 便会落入甘宁的手中 等到那个时候 甘宁便可以带领自己麾下的士族 去外面好好地做一番大事业 脑海中浮现出来 不久之前在功臣宴之上的时候 自己所看到的甘宁的种种表现 吕哲的面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伸手拿起了桌子上所放的笔 翻看着自己昨天晚上所写的东西 吕哲开始继续地谋划起来 对于甘宁的一些安排 伴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已经渐渐地步入正轨中了 相较于甘宁而言 自己现如今更应该去注意的 应当是在几天之后 便能够彻底痊愈加入到军营中的徐胜 以徐胜的性子 在与甘宁的相处过程中 指不定他们两个人会有一些冲突 同时对于日后徐胜 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安排 也应当是自己需要多多考虑的方面 心中想着这样 脑海中回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时候 所知道的有关于徐胜的资料 他紧紧握着自己手中的笔 开始在自己面前的本子上写写画画 随意地记录自己心中此时 还并不算是太有规章的想法 正在静静地谋划着 听到门外所传过来的声音 吕哲放下自己手中的笔 翻手将自己之前一直在写的东西收了起来 进 话音刚落 伴随着开门的声音 一道魁梧的身影 便已经迈入到书房中 黄忠走到书房面前 恭敬对吕哲行了一礼 随后便直接开口 将自己昨天晚上 回到城池中的时候 所做出来的事情说了出来 如果啊 昨天夜里 某宇星巴返回城池的时候 因为城门紧闭的原因 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 暴露自己的自身行踪 所以昨夜 我们进入城池之中的时候 采用了比较特殊的方法 比较特殊的方法 随意地旋转自己手中的笔 不停把玩的吕哲 在听到站在书桌面前不远处的黄忠 开口所说出来的话语 伸手指住自己手中所握的笔 继续旋转的趋势 将笔轻轻放在书桌上 发出来了一声清响 抬起头来 目光落在黄忠的身上 吕哲的眼神中 流露出了几分的好奇神色 比较特殊的方法 不知道昨天晚上 你们两个人进入到城池中的时候 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饶有兴趣地盯着黄忠 吕哲开口轻声问道 黄忠闻言 一五一十地将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与干宁两人 翻身进入到城池中的场景 完整地叙述了一遍 我们昨天晚上进入城池中 用的便是刚刚所说的方法 同时也正是这次翻越城墙的行为 让我们意识到了 现如今的城池守卫 所有的一个巨大缺陷 话语微顿 黄忠正打算先让自己缓口气 随后接着说下去 但是没有想到 还不等他开口继续说话 吕哲的声音 便已经传入到他的耳中 汉声啊 你是不是想说城墙之上那些守卫 虽说是看着树木众多 可是其实 却是有着视线的死角 若是让别的人摸清楚了其中规律 会对城池中的百姓造成一定危害 吕哲面上带着笑 目光落在黄忠的身上 开口问道 黄忠被吕哲着突然的一说话 问得有些懵 但是他还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某的想法便是如此 若是有人通过翻越城墙的方法 进入到城池中 定然会做出来什么事情 等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我们能够及时地将他发现 想要彻底将他抓住 也会耗费一定功夫 毕竟能够通过翻越城墙的方法 进入到城池中的人物 其自身实力至少是一流舞者境界 一流舞者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其实已经足够他们去做许多事情了 等到城池中的士族集结起来的时候 他甚至都已经有可能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 说到最后的时候 黄忠的面色微沉 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沉重 城池守卫士族的事情 希望主公能够好好地想想方法 让他们能够守卫城门 不会让任何一名城池之外的人员 以不正当的方式进入到城池中 双手抱拳 黄忠躬身 目光落在自己所站的地面之上 然后他的耳旁边传来了吕哲的笑声 感觉自己眼前的光亮一黑 有些疑惑地抬起头来 看着此时已经迈步 走到自己面前的吕哲 黄忠的眼中满是奇怪之意 主公 您这是 吕哲的面上带着笑容 伸手将黄忠扶起来 先是伸手轻轻地 拍了拍黄忠身上的衣裳 帮他整理了一番衣服 随后呢 吕哲方才朝着自己后方跨了几步 拉开了自己与黄忠之间的距离 仔细地打亮一番 黄忠此时地打扮 多注视了几眼 自己呢 刚刚伸手所整理的部位 吕哲的眼神中 多了几分满意的神色 汉生啊 你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很不错 但是对于城墙之上的守卫 其实你并不需要去过多关心 因为我当初将他们安排在城墙之上的原因 便只是为了让他们守好城门 至于其他的呢 像是你昨天晚上的时候 与干宁一同翻墙进入到城池之中的那种方式 我早就已经安排了其余的人员在暗中进行监视了 他们只不过是隐藏在暗处 所以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人进入到城池中的时候 你方才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那些人的实力都有保证 纵使是一流境界舞者进入到城池中 在他们的相互合作之下 也可以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之下 将那舞者轻松地制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保持城墙之上那些守卫现如今的状态 既可以很好的保护城门 让敌人在正面突破的情况之下 没有那么轻松 同时也可以麻痹敌人 让他们误以为城墙之上的守卫的警戒 其实并不算是很严密 从而谋划用其余的办法进入到城池中 最终落入到其余的士族手中 说完这句话 屡折抬头看向 站在自己面前的黄中 汉胜 你所发现的问题很不错 话语中带着几分赞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一集 黄中听到吕哲所说的话 轻轻地摇了摇头 当不得主公这样的赞赏 这些事情 在主公刚才开始安排城墙之上的守卫的时候 你便已经有了更好的谋划 而不像我 若不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与甘宁正好通过翻越城墙的方式进入到城池中 可能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城墙之上的士族守卫的问题 吕哲微微的一笑 并没有继续针对这个问题继续说什么 而是话语一顿 将两人之间谈话的话题转移到徐胜的身上 昨天的时候 我已经在你的府中看过徐胜了 恢复得不错 等到他彻底恢复 身上再也没有任何伤势之后 你便直接带着他进入军营中 带着他去找甘宁 知道吗 黄中点头应试 哦 我会的 主公 等到将徐胜带到星巴所在地方之后 我会直接去找吕将军 让他好好地教导星巴他们两个人 相信有着吕将军的教导 他们的实力肯定会进步飞速的 对于吕部的教导能力 黄中还是有十分的信心的 回去吧 等到徐胜进入军营那一天 你带着他去找甘宁的同时呢 派你府上的人来通知我一声 我到时候也会直接赶往军营中的 黄中有些疑惑 主公 若是你想要见徐胜 等他伤势恢复之后 我便直接带着他来到太尉府中便可以了 你又何必非要去军营看他呢 对于吕哲所说的话语 黄中感觉到有些没有办法理解 吕哲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仅仅只是想要看一看 彻底恢复伤势之后的徐胜 除了徐胜之外呢 我还想要看看甘宁 或者说我更想要看到的是 是甘宁和徐胜两人见面之后 可能会发生的那些场面 徐胜与甘宁两人 虽说是初次见面 但是在他们两人的不同性格的前提之下 刚刚见面的时候 倒是还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争执 吕哲通过两人之间的争执 倒是可以看一看 他们两人的性格方面 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不同 若是能够想出来有什么改善方法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黄中文言微微的一愣 并不是很好理解吕哲所说的话语的意思 从主公的话语来看 似乎他感觉 徐胜与甘宁两人再见面之后 大概率会发生一些争执 想到今天在功臣宴之上 自己与甘宁之间 已经有了明显的缓和关系 黄中轻轻地摇了摇头 经过昨天晚上的那次任务之后 甘宁的性格脾气 似乎是有了一定的改善 等他见到徐胜的时候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应该 在想到甘宁以前没有加入军营的时候 在城池之外所做的那些事 黄中突然之间也有些不太确定 我明白了主公 轻轻地点点头 黄中扶手应试 随后便转身 缓缓迈步走出书房中 吕哲在书房中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想到几天之后 在军营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轻笑了几声 摇了摇头 那样的话 要是真的出现了 倒是可以站在旁边 好好地看一看 星巴刚刚掌握气的灵活运用 在他的实力压迫之下 经过与黄中的一番战斗的徐胜 指不定能够借着战斗的机会 实现对之前战斗领悟的快速融合 从而进一步地提升自身能力 徐胜在前几天的时候 曾经在军营中 与黄中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 虽说最终的战斗结果 以徐胜在黄中的攻击之下 以惨烈的伤势宣告失败而结束 但是在那场战斗中呢 与绝世强者的交手经验 对于刚刚呢 踏入到一流境界不久的徐胜而言 绝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而这样的财富在战斗中 通过与别人的不停切磋 才能够彻底地掌握在徐胜的手中 伸手顺了顺自己头发 吕哲不再去想关于徐胜 与甘宁两人的事情 而是转身再次回到书桌前 在昨天晚上战斗结束之后 吴郡中的形势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伴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以及之前所发布出的公告内容 而逐渐发酵 未来的日子里面 来到吴郡中的谋士将会变得越来越多 等到谋士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一些计划 也就到了应当去启动的时候了 口中轻声地呢喃 吕哲拿着自己手中的笔 拿出来先前所收起来的本子 再一次在上面写了起来 针对数目众多的谋士 或许应当进行一定的制度改革 方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需求 脑海中浮现出来法证 刚刚来到城池中 那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与表现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手腕 像是法证现在的情况 还没有彻底地成长起来 针对他们的培养 也应当早日提上日程 话语一顿 吕哲轻轻地摇摇头 不 应该是要立刻提上日程 早一些进行培养 那么便能够早一些让他们成才 对于以后世间大师的变化 也会更早地起到影响作用 轻声地说着 吕哲将刚刚所想到的这个方法 郑重地写在本子上面 还特意地画了个圈 将其给圈了出来 这件事情可以宫瑾好好商量一番 宫瑾现在应当还在太尉府中吧 放下自己手中的笔 看着自己刚刚在本子上面 所写下来的计划 吕哲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直接站起身 朝着之前的时候 举办功臣宴的地方 快步走去 在吕哲刻意地加快移动速度的情况之下 他并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 便已经来到了功臣宴的举办之中 透过扮演着的大门 吕哲很轻松地看到了 坐在房间之中的周瑜 看他此时在房间之中的动作 似乎正准备离开 幸好自己及时回来了 要不然的话自己就算是想和周瑜讨论事情 还要特意地去趟周府 伸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在引起了房间中众人注意的同时 吕哲直接伸手 推开了房门 走入其中 主公 原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周瑜 在看到吕哲的身影 先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后便直接攻身了 恭敬地行了一礼 站在周瑜身旁的徐树与法正等人 在听到周瑜的声音之后 也注意到吕哲身影 紧随其后恭敬地行礼 吕哲轻轻地点头 走到周瑜的身旁 与他轻声说了几句话 随后便直接带着周瑜 离开了房间中 站在房间中 看着随着吕哲离开的周瑜的身影 徐树与法正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中 都流露出了几分疑惑的神色 你们说主公这次喊恭敬先生出去 是有什么事情啊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正在准备 什么惊人的计划呢 若真的是如同我所说的那样的话 他们准备这样的计划的目的 又是什么呀 在恭敬先生之后 我们几个人是不是 也有机会出谋划策 好好展现一番自己的实力呢 看着周瑜刚刚迈过步 转过怨落的拐角 法正已经是一脸兴奋的 向着站在自己身旁的徐树 开口说道 说话的语气中 还带着几分 要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能力的 跃跃欲试 徐树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也并不清楚啊 不过应当不会是什么足以影响到大事的话题 要不然的话 纵使我们几个人没有资格去参与讨论 主公和恭敬先生 为了能够让我们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会安排我们旁听的 话语微微一顿 徐树将自己目光收了回来 再者说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 才刚刚将吴郡中的形势彻底地稳定下来 就算是想要快速地进行扩张 亦或者是做出什么些别的动作 太尉府也应当是休息几天 好好调整一番之后 方才会再一次采取行动的 石涛文言轻轻地点头 显然是对于徐树所说的话语颇为赞同 原旨所言不错 现如今的吴郡相较于继续扩张 亦或者是采取什么大的行动而言 现如今更好的增强底蕴的方法 其实还是稳固吴郡中的势力 主公前几天的时候 所发出的那份昭告天下 广昭天下谋事的告示 现如今应当是已经传遍了世间了 伴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在我们几个人之后 想要加入到太尉府中的谋事 将会变得越来越多的 我所说的并不是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在太尉府外面所看到的 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 而只是有着文实的外表的假谋事 而是有真真能力的 实实在在的谋事 像是你我 还有孔明 孟建轻轻地择了一声 开口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也是多了几分感叹 幸好我们几个人加入到太尉府中的时间比较早 要是等到吴俊的形势彻底稳定之后 就算我们想要进入太尉府中 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 毕竟到了那个时候 仍旧有信心能够加入到太尉府中的谋事 就算是其谋略 智慧不如孔明 也绝对会比我们厉害不少的 你别看孟建平时的时候 对于吃的东西十分执着 但是呢 他自身才能 其实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他也算是能够排得上好的人物 要不然的话 就算他是徐叔的朋友 吕哲与周瑜他们两个人 也绝不会如此轻易地 便让孟建加入到太尉府的这方势力中 法正微微地张大嘴 他是没想到 自己仅仅只是憧憬一番日后 自己出谋划策的日子 站在他身旁的三个人 竟然能够说出这么多的话 苦恼地伸手抓了抓自己头发 法正摇了摇头 将自己目光落在徐叔的身上 不要想那么多了 未来的时候 总会有我们出谋划策的日子的 等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算随随便便地出几个计策 以我们的聪明才智 也足以让世人惊艳 徐叔文言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虽然并没有说话 但是从他的动作之中 显然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有几分对于法正所说的话语的不认同 这样的动作落入法正的眼中 顿时让法正的心中的火焰 彻底地被燃烧起来 你这是什么动作呀 徐燕芝 你是不是认为 以我献如今的才能 没有办法出什么太好计策呀 好 既然你这样想的话 那我今天呢 便要让你们好好看一看 我究竟有没有那样的能力 左手插腰 法正右手并指 直接指向了徐叔 徐燕芝 在你没进入到太尉府这几天里面 我在恭敬先生身旁 可是学到了许多东西的 现如今的我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现如今 不知道你敢不敢再和我进行一次闻斗 让他们好好看一看 究竟是你更厉害 还是我更厉害 口中怒吼出声 法正瞪大自己双眼 将自己视线落在徐叔身上 徐叔文言 面上露出了几分微笑 你都已经如此说了 我哪里还有拒绝的理由啊 法小指 就让我好好看一看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你究竟是都有着怎样的提升 让我看看 我们两个人究竟谁更厉害一些 太尉府书房 此时正坐在书房中 讨论事情的吕哲与周瑜两人 还并不知道 在他们两人离开之后 徐叔与法正两人 便又一次开始了闻斗 要不然的话 以吕哲和周瑜的性子 在得知消息的一瞬间 便已经兴冲冲地 冲到他们两个人的周围 围观起来 这样的事情 吕哲他们绝对能够做得出来的 少年谋事成长计划 伸手拿起来 吕哲刚刚放在桌子上面不久的本子 看到上面所写的东西 坐在他的对面的周瑜 目光微凝 仔仔细细 将上面所书写的简略 介绍呢 就看了一遍 周瑜的心中 已经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没有想到 在不声不响之间 主公便已经想出了一个如此宏伟的计划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二集 主公 你的意思是 你想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将这件事情当作工作的重点 去运作和执行吗 放下自己的手中本子 再意识到自己之前所看的本子上面 所书写的东西 究竟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之后 连带着周瑜说话的时候 语气都是有些凝重 吕哲听到周瑜的话语之后 朝着他轻轻地点点头 不错 这正是我心中的想法 伴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以及我们自身影响力的逐渐增强 未来加入到我们麾下的谋士 会越来越多 在未来加入到我们势力中的谋士中 里面可能会有年岁已高的智者 亦有着尚且年轻的少年天才 那些年岁已高的智者 他们的年龄毕竟摆在那 纵使是我们花费了很大力气 帮助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 未来能够留给他们 施展能力的空间 其实也并不算是太多 人的年龄终归是有限的 周渝文言也颇为赞同 的确啊 伴随着年岁的逐渐增长 那些谋士的思维也会逐渐地被禁锢住 很难想出来一些让人眼前一亮到计谋 相较于建走偏锋而言 建惯了战争的他们 更加习惯稳扎稳打 这样的进攻风格 在有绝对的优势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一直都有优势 若是进入到弱势中 他们不懂得变通的话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而且年岁的增长 还会让他们的记忆力与精神力逐渐地下降 年少的时候所能够施展出来的能力 在他们的年龄逐渐增大之后 可能连施展出来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 再一次低头看向自己 放在桌子上面的本子 看着本子上面所书写的内容 周瑜若有所思 但若是我们真的要开展这所谓的 少年谋士养成计划的话 前提条件是在我们的麾下需要有少年 那些少年还具备有能够成为谋士的天资 如此这样一个计划才能够进行下去 周瑜在自己的脑海中仔细地想了一份 也没有在太尉府中找到符合自己方才所说的条件的少年 具有能够成为谋士条件的天才少年 在这个时间还是蛮少的 吕哲听到周瑜所说的这一句话之后 会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 伸手直指自己脑袋 吕哲看着周瑜开口说道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在太尉府中 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 不要将条件设置太小 这样一个计划的名字 虽然叫做少年谋士养成计划 但是我们可不一定真的是要将那些 从未看过书的少年 培养成世间少有的谋士 我们也是可以从谋士便可以培养吗 将谋士之中的少年 培养成更加厉害的谋士 不也是可以的吗 说完这句话 吕哲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 静静地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周瑜 周瑜闻言 脸上露出了几分恍然的神色 原来如此啊 在听到吕哲的解释之后 突然想通了其中关键的周瑜 先是在自己心中惊叫一声 随后便直接伸出自己右手 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面 神色有一些激动 主公啊 你原来竟然是这个意思 若是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在太尉府中倒还真是有这样一个人 那便是法正 法正虽说现在已经成为了谋士 但是他自身的能力 却是呢 还没有完全地掌握 而且他的性格 剩下的话语 周瑜虽然并没有说出来 但是坐在他对面的吕哲 却是已经知道了 他究竟是要说一些什么 法正现如今的性格和史书上 所展现出来的性格相比 的确是有极大的不同 毕竟现如今的法正 还没有经历那一段空有才能 却是没有办法施展的时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仍旧自傲无比 相信自己是天才 相信自己所出的计策 能够平定天下 若是按照现代的话语来讲的话 现在这一阶段的法正 便是还没有被社会的残酷 磨平棱角 仍旧是一副刺头的模样 吕哲听到周瑜的话语 冲他轻轻地点头 不错 我心中所想到的第一个人 便就是法正 法正现如今的性格 的确是需要好好地改改 要不然的话 仅仅是他的性格 便有可能将他害了 吕哲的性格温和 对于法正这样的狂傲自傲之辈呢 对于他们在自己面前的表现 倒不是太过于在意 但要是换了其余的君主 换了那些注重面子 与刑事的领导者 单单是以法正的动作表现 便是已经足可以让法正尝一尝 这死究竟是什么滋味 不过仅仅只有法正一人的话 我觉得还不够 像是徐树、石涛梦见他们三个人 现如今他们的年龄 也并不算是太大 日后也是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的 将他们三个人也编入其中 让他们与法正成为同伴 共同参与到这一次的计划中 这样方才算是不错的选择 你看这样的计划如何呀 共检 周瑜听到吕哲的话 在自己心中先是简单地思索了一番其中的可能性 随后便是直接点头表达自己的赞同 这样的话确实可行 让徐树、石涛梦见三个人 与法正一同参加到这个计划中来 他们四个人竟然能够通过各自的进步形成竞争 从而更好地激励自己 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们四个人之间的关系 原职的能力要比孝职强上不少 纵使孝职瞧不起别人 感觉自己天下第一 在他的上面有着徐树压着 他便根本不可能膨胀起来的 伸手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周瑜将自己心中想法直接说了出来 吕哲文言轻轻点头 不错 这也便是我的想法 既然你觉得这个计划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 这个计划便正式开始实施了 说完这句话 吕哲伸手将桌子上面的本子 朝着周瑜所在的位置轻轻地推了推 看着与自己距离更近的本子 周瑜有些疑惑地看向吕哲 这上面简略的计划说明 你先拿着 在自己心中有个数 这样的话 在最近几天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 你也不会太过于手忙脚乱的 至于详细的计划安排 以及后续的一些工作内容 我们会在这几天好好整理一番 等到最后全部汇总到一起之后 我会将它们统一交到你的手上 至于现在嘛 想实施少年谋士养成计划 又不想偏离计划的大体路线 你便先看着这个本子 周瑜恍然轻轻地点点头 出声回应吕哲的同时 伸手呢 直接呢 将桌子上面的计划本子 收入自己怀中紧紧地抱着 我明白了主公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 我便直接按照您计划表上 所写的那些开始进行安排 话语微微的一顿 周瑜想到自己之前翻阅计划的时候 所看到的大致内容 有一些疑惑地开了口 不过我对于主公的这份计划 好像还有几件事情 并不是很清楚 吕哲偏了偏头 将目光落在周瑜的身上 啊 什么事情啊 你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两人在此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讨论 与完善这份计划 没有什么需要去遮遮掩掩的地方 周瑜文言 将自己怀中的计划书 再次放在桌子上面 翻开了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一页 周瑜直接将本子横过来 让他与吕哲两个人 都能够同时看到 这份计划的简略介绍上面 虽然说描述了计划的内容 以及最终的目标 但是对于任务地点 以及究竟是让谁去担当老师 却是没有什么明确解释 无论是教学地点 还是教师的选择 都是培养他们更上一层 让他们成为真正谋士的关键一环 正因为如此 对于这两个部分的选择 我们绝对不能够太过于随意的 吕哲听到周瑜说到这儿 便已经明白了他心中的想法 所以说你是想知道 执行这份任务的时候 教学地点以及教学老师 都应当怎么样去选择 是吗 面上带着笑容 吕哲低头看着计划上面的简略内容 随后抬头看着周瑜问道 周瑜汗手 不错 主公 这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吕哲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活动了自己因为长时间坐着 而感觉有些劳累的脖子 活动了一会儿 见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吕哲便直接身子朝后方一靠 直接半椅在座椅之上 远远地望去 吕哲显得有些慵懒 对于这一点 在当初谋划任务的时候 我便已经想好了 这些少年嘛 他们的教学地点 暂且便先定于周府 而他们的教学老师 则暂定为宫景 教学地点是周府 教学老师是自己 合着到了最后这份计划 是直接开到自己家中了 若不是注意到吕哲所说的赞字 周瑜恐怕已经是满面黑线了 因为现在我们计划提升的那四个人 现如今都住在周府中 所以到现在 还没有对其余的人进行提升之前呢 我打算将教学地点 暂且设定在周府 这样的话 对于徐述与法政他们四个人来说 也会变得较为方便一些的 至于教学老师的话嘛 这一点你放心 我不会让龚姐你一直都担任教学老师的 等到以后有别的谋士来了吴俊 他们完全可以顶替你的位置 周瑜听到吕哲的解释 轻轻地点了点头 今天所要说的呢 大概只有这么多了 除了这些之外 龚姐 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 或者是想要问的吗 现这次自己喊周瑜过来的目的 已经达成 吕哲伸手聊了聊自己头发 随后看向周瑜开口问道 周瑜摇了摇头 并没有什么事情了 主公 啊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便先回去吧 从今天开始 少年谋士培养计划 便算是正式开始了 你近日回去之后呢 与徐述法政 石涛梦见四个人 好好说一番 等到明天的时候 你便在周府中 直接开始授课便可以了 至于那些 本应你去处理的任务呢 我会交给别人去处理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只需要好好的 教导他们便是了 周瑜伸手 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胸膛 放心吧 主公 某一定会竭尽全力地 完成这件事情的 既然没有什么 其余的事情了 那么我便先告辞了 说完了这句话 在得到吕哲的回应之后 周瑜便再一次对其行礼 然后呢 直接转身 离开了书房 不知道 徐树与法正他们四个人 此时究竟有没有离开太尉府呢 走出书房 周瑜低头看了眼 自己怀中的本子 心中想到 稍微琢磨了一下 还是打算呢 先去之前吃功臣宴的地方 好好地看一眼 若是没有徐树等人的踪迹的话 他便直接离开太尉府 回返周府 这周瑜本来是计划得很好 但是等到他真正地达到他们之前参加功臣宴的地方 看到徐树与法正等人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却是直接愣在原处 我说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快住手 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周瑜方才缓过神来 看着在用餐的地方 仍旧是纠缠在一起的徐树等人 他大吼一声 快速地跑向他们 被徐树压在地面之上 正在奋力挣扎的法证 虽然是没有看到周瑜的身影 但他还是紧力地将自己的头扭向周瑜的声音刚刚发出的地方 周先生 原职他辩论辩不过我 便要用武力使我屈服 他以前是游侠 我可怎么能打得过他呀 要不是有这 法证的话还没有彻底说完呢 徐树的双臂便已经再一次用力 使得法证叫了一声 将原本想说的话都压到了心中 在徐树的背后 石涛和孟剑两个人正一人站在徐树一旁 伸出双手想要将徐树控制住 但是他们紧紧抓住徐树的手臂几秒钟的时间 随后便在徐树的强大力量之下 身躯一阵就向着后方倒退而去 被迫拉开自己与徐树之间的距离 这徐树以前曾经当过游侠 锻炼过自己体魄 法证与徐涛梦剑他们三个人谋时 还真打不过徐树 他们四个人顶多是僵持在原地 在徐树偶尔爆发的情况下 被压在地面上的法证呢 有的时候还需要多多地感受几秒 这地面的冰冷触感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783集 任志 你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啊 快点松开手 快速来到徐树身旁 见徐树仍旧紧紧压在法证身上 似乎没有什么想要松手打算 周瑜大声呵斥道 徐树在这个时候啊 方才抬起了自己的头 看了看此时已经来到身旁的周瑜 又低头看了看 被自己紧紧压在地面之上 仍旧在不停反抗的法证 徐树伸手揉了揉自己头发 随后便直接起身 站到了一旁 见到徐树这样的动作呢 原本手中已经在暗暗地积蓄力量 准备拦下徐树下一步攻击的周瑜 见此右手轻轻一晃 散去了自己手中的火焰气息 感受到自己身旁没有了压力 原本就在地上一直挣扎的法证 瞬间就来了精神 双手在地面上重重地一撑 猛然一用力便已经站了起来了 活动了一下自己身躯 看了看仍旧站在一侧的徐树 法证默默地后撤几步 拉开自己与徐树之间的距离 石涛和梦剑两个人啊 原本被徐树用力量振开之后呢 还想着再上前来呢 帮助法证 此时见到两人的情况 也是十分默契地 都停下脚步 直接站在原地了 目光紧紧地盯着这边 他们都是想看看 周公紧接下来究竟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谋士之间的互殴 还是同一阵营中的谋士互殴 无论怎么说 都是有些掉面子的事情 周瑜站在原地 看着此时已经拉开了距离的法证 与徐树两个人 看徐树静静地站在远处 面上古井无波 似乎刚才的事情与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看法证站在自己身旁 时不时地将目光落在徐树的身上 似乎在筹划着下一次 怎么才能够找回场子 观察了一番这两个当事人的表现 周瑜便感觉有些头疼 明明在不久之前 自己才刚刚与主公商议好 有关于少年谋士的养成计划的事 我们两个谈论事情采用了多长时间呢 怎么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两个人怎么就打起来了 心中想到日后正式执行少年谋士养成计划的时候 徐树与法证等人呢 将会面临长时间共处一室的情况 周瑜是长长地叹了口气啊 不管怎么样吧 在计划正式执行之前 必须要将他们几个人的关系缓和一番 要不然的话 就算日后真正地开始了养成计划 以他们现如今的关系 恐怕也不会融洽地相处 从而影响到计划最终的完成效果 伸手轻轻地揉了揉自己额头 让自己心中的烦躁质感 稍微地缓解一番 周瑜将自己目光 看向了站在自己身旁的法正 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冷静得怎么样了 话语微微地一顿 周瑜抬起自己视线 看向了远处的徐叔 原志啊 现如今你能不能好好地和我说一下 在刚才的时候 为什么要和法正发生那样的争斗 原因是什么 目光中带着几分疑惑 周瑜紧紧地看着徐叔 说实话 一直到现在 哪怕周瑜已经成功地将徐叔与法正两人分开 并且让他们冷静一段时间之后 他依旧是没有想明白 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够让徐叔与法正两个人直接撕打在一起 能够让两名谋士直接出手相搏 这究竟是有多么大的矛盾呢 徐叔不发一言 哪怕是他已经清清楚楚地 听到不远处的周瑜所说的话语 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说 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处 若不是此时的徐叔仍旧含有呼吸 旁人可能都以为站在那边的是一句雕塑了 等了一会儿 并没有等到徐叔的回应 周瑜微微地皱起了自己的眉头 调转视线 周瑜将自己目光落在了 站在自己身旁的法正身上 小纸 我刚刚进入房间的时候 你不是说因为徐原职辩论不过你 方才对你使用武力的吗 那你能不能和我说一下 在原职对你使用武力之前 你们两个人究竟在辩论些什么东西吗 法正站在周瑜的身旁 听到周瑜所说的话语 面上露出了几分尴尬的神色 其实那些话都是因为我太急了 所以才说出来的 剩下的话法正没说 好像他并不想让周瑜知道 他与徐叔之间之前的时候 究竟都说过些什么 周瑜的眉头做得更深了 他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二人 广员工尉 你们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了吗 最终周瑜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无论是徐叔法正还是之前拉架的石桃和梦剑 对于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都是语言不详 原本这周瑜还打算多询问一份 弄清楚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当他看到四人面上的表情的时候 却是放弃自己心中的想法 这四个人呢 似乎都已经是打定了主意 不打算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给说出来 心中虽然是有些无奈 但是周瑜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么你们便跟着我一起回周府吧 静静地看了众人一会儿 周瑜收回自己视线 缓缓地开口说道 站在他身旁的法证 闻眼转了转头 看向站在自己身旁的周瑜 周先生 我们不去处理公务了吗 对于处理公务这件事情啊 法证还是比较积极的 虽然说处理公务的过程 可能是比较枯燥一些 但是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政策 在自己手下被确认可以实行 看着城池之中的百姓 因为自己的诸多决策 而生活逐渐变好 法证的心中 便是有着一股油然而生的满足之感 周瑜轻轻地摇了摇头 哼 不了 今日的公务并不算是很多 就算是我们明天去处理的话 也可以轻松地处理完 先回周府 好好地休息一番 转过了自己的身子 周瑜直接迈步朝着外面 缓缓地走去 等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便带着你们几个人 在城池中好好地转一转 你们要知道 我们处理公务 可不仅仅是只看纸上的功夫 同时也要看我们所决定的政策 对于城池中的百姓的生活的影响 若是因为我们所决定的政策 而让城池中的百姓生活变得更好了 那自然是皆大欢喜 但若是因为我所下的决策 而让百姓的生活质量变差 亦或者是改变了他们原本平淡的生活 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便是我们的过错了 法正文言重重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这一点 周先生 周瑜偏头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此时 已经聚集在一起 紧紧地跟在自己身后的徐树与石涛 梦见三人的身上 见徐树朝着自己轻轻地点头 他的面上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好 那我们就走吧 在皇府 文相啊 感觉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坐在床边 黄忠呢 看着此时半躺在床铺之上的徐胜 开口笑着问道 语气温和 让人听了便感觉心中一阵舒坦 徐胜听到黄忠的话 笑着点点头 哦 劳烦黄将军挂念 在这几日恢复之下 文相的身体已经基本上恢复得差不多了 估计也就一两天的时间 文相便可以彻底恢复 正式加入军营了 说到最后的时候 徐胜的右手在空中轻轻地一挥 从他的动作之中 便是已经可以看出来 他对于自己日后的军营生活 究竟是有多么的期待 这样便是最好的 见徐胜所说的 与自己所猜测的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黄忠的心中 这时方才放下心呢 等到了你的身体彻底恢复之后 我便直接带着你进入军营中 话说到这儿 黄忠站起身来 从旁边的桌子上端起了一杯温水 递到徐胜的手中 嗯 喝些温水对身体有好处 徐胜应了一声 抬头喝了几口 再次地接过杯子 将他放到远处 黄忠接着之前所说的话语说道 不过呀 等到你加入军营之中 我们两个人见面的时间 可能会少上很多 徐胜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疑惑的神色 黄将军为何如此说啊 文像加入到军营中 难道不应当归黄将军统领吗 黄忠摇了摇头 哈哈哈哈 并非如此 若是寻常始祖 加入到军营中 自然应当归我统领 但是你与那些寻常始祖不同 你刚刚加入到军营的时候 便是已经有着一流境界舞者的实力 总是你只是刚刚突破到一流境界不久 但是你的实力 与那些寻常的始祖实力相比之下 却是有了天差地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若是再待在我的手下 便有些驱才了 半躺在床铺之上 听清楚了黄忠所说的话语 徐胜的心中疑惑更重了 黄将军 你已经是绝世境界的强者了 若是你都没有办法教导我的话 在军营中还有谁啊 话语刚刚说出来 徐胜的心中便已经浮现出了一道高大的身影 微微地张开自己的嘴 双眼睁开 徐胜的眼中带着几分不可置信的神情 黄将军 难道说等进入军营中 未来将要教导我的人 是 是 是吕将军吗 徐胜在皇府休养的这几天时间里面 对于城池中的情况也是熟悉了许多 吕布呢 是那些服侍他的侍女 口中经常提起来的一个人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来对于吕布的了解 并不算是很多的徐胜 逐渐地对于吕布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 伴随着他了解的程度越来越深 徐胜的心中对吕布的敬佩之情 也是越来越重 在他的心中 吕布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他的偶像 皇中在徐胜的猜测刚刚说出口不久之后 便朝着他轻轻地点点头 肯定了他所说的猜测 不错啊 你猜对了 等到你正式加入到军营中以后 在军营中教导你的人物便是吕将军 现如今在吕将军麾下 只有一人在接受吕将军的教导 那个人的名字叫甘宁 以前的时候是锦帆贼的头领 前不久方才加入到军营中的 等到你进入军营的时候 你倒是可以与他多多地聊一聊 毕竟你们两个人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 都是回归吕将军统领的 锦帆贼 半躺在床铺之上的徐胜 听到在皇中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这个名字之后 目光微微闪烁 轻轻地点点头 并没有过多地说些什么 又与徐胜闲谈了一会儿 见徐胜的确是恢复得不错 没有留下什么隐疾 黄中便直接离开 看着黄中离开的身影 听到他越走越远的脚步声 徐胜躺在床铺上 缓缓地闭上自己双眼 锦帆贼 不知道等到我加入军营中 与那个名字叫做干宁的锦帆贼见面的时候 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呢 想来啊 应该会是很精彩的吧 心中这般想着 徐树半躺在床铺之上 在脑海中已经开始谋划起来 当自己在军营中遇到干宁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么去应对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几天的时间已经转身而过 徐胜身上的伤势正如他与黄中所推测那般 并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 便已经彻底恢复 确定没有什么事情了吗 黄中站在床铺的旁边 看着坐在椅子上 伸手为徐胜仔细检查的医师 开口询问道 虽说按照他长期在战场上厮杀的经验来看 受了那般伤势的一流境界舞者 应当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便能够彻底地恢复 但是在这种时候 他还是想要再求证一份 以求稳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四集 坐在座椅之上的医师 听到黄中询问的话语 收回了自己 放在床上的右手 轻轻地点点头 已经完全恢复了 黄将军 现如今他的身体状况和受伤之前相比 并没有太大差别 甚至于因为在战斗中有所领悟的原因 他的身体素质可能要比之前更好上几分 黄中文言 黄中文言严肃的面庞之上 方才露出来了笑容 哈哈哈哈 没事变好 没事变好啊 大笑了几声 挥手让医师直接退出去 黄中脉步走到徐胜的身旁 文湘啊 你现在如今自己感觉如何呀 上下仔细地打量了徐胜一番 黄中开口询问道 徐胜伸手轻轻地挥舞了几下 面上露出来了笑容 甚好 黄中重重地点点头 那便好 既然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那你便快些地换上衣服 等你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我们二人便直接赶往军营中 现在如今的时间呢 吕将军应该正在军营中训练甘心吧 等你到了军营 正好可以好好地观摩观摩 熟悉一下吕将军的教导方式 毕竟从今天开始 等你到了军营之后 你便算是吕将军麾下一员了 想来 你也是有些等不及了吧 徐胜兴奋地点点头 早就已经等不及了 要不是为了在吕将军的面前 留下一个好印象 恐怕我现在已经直接翻身下床 直接跑到军营中了 黄中轻笑一声 吩咐了徐胜几句 便直接转身离开 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候起来 站在门外并未等太长的时间 被黄中关上的房门 便已经被徐胜再次打开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便出发吧 上下打量一番此时 已经穿戴整齐 看起来别具一番威势的徐胜 黄中的眼中闪过了几分满意的神色 这人靠衣装马靠安 徐胜穿上盔甲之后啊 那是更加的引人注目 在黄中带着徐胜前往军营的过程中 穿上盔甲威风凛凛的徐胜 要比黄中更加引人注目 一路之上 路人只要看到徐胜 都是议论纷纷 黄中与徐胜都是武将 赶路的速度自然不会太慢 再加上 黄府与军营之间的距离 并不算是太远 所以呢 等到他们二人赶到军营之中的时候 时间倒也不算太晚 直接走入军营 与那些正在训练的将领和士族 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 黄中便直接带着徐胜 朝着甘宁日常跟随吕布训练的地方 快步走去 一边带着徐胜赶路 黄中一边给徐胜 介绍军营中的诸多事物 等到他们两个人来到军营中 甘宁日常训练的地点的时候 军营中的相关事物 黄中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我之前所说的那些东西 你都记住了吗 看着自己与徐胜 已经看到甘宁训练的身影 黄中直接停下脚步 扭头问站在自己身后的徐胜 徐胜沉默了几秒 在自己脑海中仔细回想 随后便缓缓地开口 记住的也并不算是很多 大概只有五分之四的内容 黄中微微地点头 没事 记住五分之四的内容 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以后在军营中的时间 还有很多 剩下的那些 你记得并不算是 记得很清楚的内容呢 可以随时随地地去问 军营之中的人 只要他们知道 他们都会告诉你 徐胜的目光 有些奇怪地看着黄中 犹豫了一番 最终还是决定将真相告诉他 不 不是记住了五分之四的内容 而是 有五分之四的内容并没有记住 五分之四的内容 没记住 换言之呢 也就是徐胜在刚才的那段时间里啊 仅仅只是记住了五分之一的内容 没有记住啊 听到这几个字 黄中只感觉徐胜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呢 正在不停地在自己脑海中回荡 千千万万遍 没有办法轻易地消散呢 竟然只记住了五分之一的内容 想到自己之前在介绍军营的时候 徐胜跟在身后 静静地聆听的那一副认真的模样 黄中忽然感觉可能以后 吕不教导徐胜的日子啊 并不会很好过 嘴角臭了臭 黄中轻轻地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就算你只记住了五分之一的内容 也没关系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你在军营中的时间还有很多 你有什么没有记住的地方 直接去问吕将军就可以了 我想吕将军 应该很乐意替你回答他 语气平淡的黄中 没有丝毫地心理负担 便将吕布直接给甩了出去 让他的肩上多了一分重担 那边正在空地上训练的壮汉 便是甘宁甘心吧 之前在皇府的时候 我曾经和你说过 还记得吗 与徐胜谈论完有关军营中的事情 黄中伸手轻轻地指了指 远处正在空地之上训练的甘宁 缓缓地开口说道 徐胜顺着黄中手指所指的地方 看到了甘宁正在训练的身影 轻轻地点了点头 自然是记得 以前的时候还是锦帆贼的头目 这一点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 微微地低下自己的头 收回自己视线 徐胜与其平淡地开口说道 单单是从她的话语中 并没有办法听出来 她此时究竟是怎样的情绪 行吧 大喊了一声 黄中朝着远处停下了手中动作 朝这边看过来的甘宁 招了招手 莫要再练了 先过来 和你介绍介绍新朋友 哭哭地喘着粗气 听到黄中的声音 甘宁调了调自己眉头 没说什么 走到兵器架的旁边 随意地拿起了一块布 擦擦自己身上的汗水 之后便直接走了过来 黄老头 什么新朋友啊 你旁边的这个人 是要加入到军营中吗 语气轻挑地 与黄中说了这句话 甘宁仔细地打亮一番 黄中身旁的 那个身材壮硕的男子 眼神中闪烁出了谢许光芒 一流境界舞者 感受到徐胜的修为境界 甘宁有些惊讶 现如今这世道难道说 一流境界舞者 这么好找吗 前不久的时候 自己在黄老头的花招之下 加入到军营中 结果没几天的时间 黄老头又找了一个 一流境界舞者 而且看这样子 这身材壮硕的汉子 是要和自己一样 留在军营中了 黄老头 我说这才过去几天时间呢 你就又忽悠了一个 黄中文言 并未接这甘宁的话茶 站在我身旁的这个人 名字叫做徐胜 是前不久的时候 想要加入到军营中的武警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最近才处理好 直到今日方才正式加入 黄中与甘宁的关系 虽说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黄中的心中清楚 若是让甘宁知道 自己在与徐胜的切磋过程中 出手让徐胜受了伤 还不知道会让他说些什么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黄中没有说 在徐胜的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事 而是直接带过 从今天开始 徐胜便会与你一起 在吕将军的手下训练 话语微微的一顿 黄中有些疑惑地打量了一番四周 诶 行吧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看到吕将军的身影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看向甘宁 黄中奇怪地问道 甘宁耸了耸自己肩膀 不知道啊 吕将军今天可是还没有出现过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 这几天他来的都是很晚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去处理 黄中文言轻轻点头 也没有继续地开口多问 转头看向在自己身旁的徐胜 黄中伸手轻轻地指了指前方 文相啊 你与兴霸好好聊一聊 你们两个人在以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要在吕将军的手下学习了 多熟悉一下 对于你们二者而言 都是有很好的事情 徐胜文言轻轻地点了点头 向前迈了几步 直接走到甘宁的面前 看向这名头上 依旧带着汗珠的青年男子 徐胜的面上挤出了些许笑容 徐胜徐文相 甘宁大大咧咧地 摆了摆手回道 甘宁甘心吧 相互认识了 还有什么事情吗 若是没有的话 我就回去锻炼了 说完这句话 甘宁便做事要转身 徐胜面色不变 伸出自己宽大的右手 直接搭在甘宁的肩膀之上 微微地用力 止住了甘宁转身的动作 还有什么事吗 面上露出了几分笑 甘宁目光冷淡地 看着伸手抓住自己的徐胜 说话的语气 也是变了语气 若是你没有事的话 就把你的脏手拿开 一边说着话 甘宁一边伸出自己的一只手 想要将徐胜搭在自己肩膀之上的手掰开 但是呢 还没有等他的手靠近自己肩膀 徐胜便已经伸出另外一只手 紧紧地抓住了甘宁 阻止了他的下一步动作 温香 行吧 站在远处的黄中在这个时候 也是察觉到了不对 看到两人相互较劲的模样 在远处大喊一声 便朝着这边快不赶来 听到自己身后所传过来的黄中的声音 徐胜的手中动作微顿 加大自己双手所用的力量 在确定了甘宁短时间之内 根本没有办法挣脱开自己控制的情况之下 徐胜的双脚前移 再一次拉近了自己与甘宁之间的距离 嘴巴贴在甘宁的耳边 徐胜缓缓地开了口 我听说你在以前的时候曾经是锦帆贼 还是锦帆贼的头领 不知道你敢不敢和我打一架 我倒是很想要见识见识 这在百姓中疯传的锦帆贼 究竟是有多么的厉害 甘宁在听到徐胜在自己耳旁所说的话语不弄反笑 嘴角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想和我单挑啊 既然你想这么求败 那我便成全你啊 看着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徐胜 甘宁的语气冰冷地说出了这句话 双手之间猛然用力 随后便直接挣脱开徐胜的双手 后撤几步 拉开自己与徐胜之间的距离 看着此时姗姗来迟的黄忠 甘宁的面上笑容变得更加灿烂 黄老头 刚才的时候 我可是与文相约定好了 再来一场切磋的 好好地了解一番对方的实力 你啊就待在外面 做个见证如何啊 刚刚来到徐胜身旁的黄忠 听到甘宁的话语面色一变 神色严肃地看向徐胜 闻想 星霸刚刚所说的可是真的 徐胜并未说话 而是沉默地点点头 见徐胜点头黄忠默然 站在原地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 随后他便直接后撤几步 站在了场地之外 为甘宁和徐胜两人接下来的战斗 腾出了空间 既然你们两个人在刚才的时间中 已经达成约定 那就按照你们所说的那般 好好地切磋一番吧 伸手在自己面前简单地比较一番 黄忠紧紧地盯着此时已经靠近的二人 神色严肃地开口继续说道 但是你们两个人在切磋的过程中 一定要克制 不要造成太多的伤势 明白吗 甘宁文言伸手随意地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衣服 稍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受到身上所穿的衣服 对于自身战斗的影响 索性直接脱下了上衣 放心吧 慌了头 我们两个人都说了是切磋 绝对不会性命相搏的 徐胜站在甘宁对面 此时也是应了一声 表示自己出手绝对会注意分寸的 见甘宁将自己的身上衣服脱下 徐胜也晃了晃自己脑袋 也是伸手将铠甲卸了下来 与甘宁一般轻装上阵 稍微地活动了一番 拍了拍自己胸膛 在发出来沉闷的响声的同时 甘宁将自己的视线 落在了徐胜的身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五集 来吧 来 徐胜听见甘宁的话语 口中大喝一声 随后便是双脚用力 如同一只离弦之剑一般 朝着甘宁急速地冲了过去 甘宁站在原地 看到徐胜凶猛地冲势 目光微沉 大叫一声 来得好 身躯微蹲 施展开自己身形 也是朝着徐胜直接扑了过去 两人相对而冲 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已经彻底地碰撞在一起了 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甘宁与徐胜两人之间的切磋的黄钟 感受到自己脚下的地面不时传过来的震颤 颇为满意地点点头 从徐胜此时的攻击架势来看 他躺在皇府休养的这几天时间里 应当是整理了一番自己自身所学 在让自己武学基础变得更加牢固的同时 也让自身实力和先前相比 有了极大程度的提升 多数时间都在观察徐胜的黄钟 注意到正在与甘宁交战的徐胜 所发出来的一道又一道的攻势 眼中有几分赞赏的神色 一直坚定 不卑不亢 同时还擅长吸取教训提升自己 好苗子 可惜闻想不在我的麾下 要不然的话会更好 想到徐胜未来要在吕布的麾下学习 黄钟的心中便是有了几分遗憾 这样的好苗子 若是在自己麾下让自己亲自教导 看着他一点点变强 那该有多好啊 叹了口气 黄钟又压下自己心中 那有些杂乱的心思 再一次认真地观看起来甘宁与徐胜两人之间的战斗 其实黄钟的心中也很清楚 他与吕布之间还是存在着极大差距的 要是让他来教导徐胜 顶多是将徐胜教导到与他一样的层次 想要更进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反倒是吕布 在他自身的武道境界修为本来就是极高 眼界也是极为辽阔的情况之下 只要吕布认真地教导 那么让徐胜的实力提升到与黄钟一般的层次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要想更进一步 也会变得更加简单 就在这黄钟走神想事情的这段时间里 虽说时间并不算是很长 但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 甘宁与徐胜已经交手了近百招 假设站在远处观看甘宁与徐胜两人战斗的黄钟 并不是绝世境界的强者 而仅仅只是一名普通人 以甘宁与徐胜此时的交手速度 他恐怕已经看不清楚 他们两个人交手时候各自所出的招式了 很不错嘛 再一次与徐胜对拼一招 介事拉开自己与徐胜之间距离的甘宁 晃了晃自己双臂 看着远处的徐胜笑着说道 徐胜沉默不言 只是站在远处 伸手静静地揉捏自己胸口 在刚才与甘宁的切磋中 他落了下风 在快速地交手过程的间隙中 甘宁的双拳快速地击打在徐胜的胸膛上 虽说这甘宁挥舞双拳的力度并不算是很大 但是快速地击打在同一个位置上呢 还是难免让徐胜感觉有些气闷 连带着 在接下来的交手过程中徐胜他自己出手攻击与防御的速度 和刚开始的时候相比呢 都要慢上几分 倘若我们这样一直打下去 估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想分出胜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伸手聊了聊自己 那因为之前战斗 而已经四散而飞的头发 甘宁的面上露出来了几分笑容 依我看要不咱们就直接一击定胜负怎么样啊 这样的话也不会耗费我们太长的时间 等到吕将军到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跟吕将军进行接下来的训练 抬头看向徐胜 甘宁直接说道 徐胜 你感觉我所说的这个提议怎么样啊 徐胜站在原地沉默了几秒钟时间 似乎是在思索一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方才轻轻地点点头 脸上与甘宁一般露出来了些许笑容 可以 以及定胜负 那么便开始吧 见徐胜自己答应了 他自己所提出来的提议 甘宁收回自己整理头发的双手 垂放在自己身旁 一呼一息之间身躯随之摇摆 已经开始为接下来将发动的攻击 去积蓄力量 在与黄中夜晚执行任务的时候 获得了一定突破 经过了几天的训练 此时呢 已经是完全掌握 伴随着甘宁动作的施展 在他的身遭 已经开始浮现出了恐怖的气势 缓缓地发散 随后又凝聚在一起 汇聚在甘宁的手中 这便是甘宁对于自身气息的 完美的掌握与利用 徐胜站在甘宁的对面 看到在甘宁的身上浮现而出的气息 眼神中充满了凝重 在之前与甘宁交手的过程中 他便已经通过短暂的交手 知道了甘宁的大体舞蹈境界 要比刚刚晋升到一流境界不久的徐胜 强盛几分 接下来的这次对拼呢 有些不太好打呀 太尉府里 魂像此时已经赶往军营了 吕哲放下自己手中所拿的书籍 微微地抬起头来 看向了站在书桌之前的皇府士卒 领了皇忠的命令 前来告诉吕哲消息的士卒呢 听到吕哲询问的话语 连忙点点头 回禀太尉大人 今日一早 黄将军在换来军医 仔细检查了一番徐胜的身体 确定徐胜身上的伤势 已经彻底痊愈之后 他们两个人便直接去了军营了 在离开皇府之前 黄将军还特意嘱咐我 让我来趟太尉府 将他们离开的事情告诉你 吕哲文言轻轻地点点头 行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挥手让那一名前来报信的皇府士卒下去 吕哲合上自己手中的书籍 去军营那边看看 不知道徐胜与甘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会不会如同自己所想的那样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想到甘宁与徐胜可能会发生争执的场景 吕哲的面上露出了几分笑 迈步走出书房中 吕哲先是跟在书房旁边的守卫说了一份 让他去准备前往军营的车辆 随后他便直接迈步朝着太尉府外走去 穿过院落 看在远处匆匆走过的一道身影 吕哲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哎 兄长 你怎么在这里啊 见吕哲似乎是没有看到自己 仍旧朝着远处走去 吕哲连忙大喊道 脚步匆匆的吕哲在听到自己身后所传过来的声音 停下自己身形 扭头看着正朝自己走过来的吕哲 他直接迈步迎了上去 兄长 现在这时间你不是应该已经在军营中叫到甘宁 看着他训练了吗 你怎么会回来啊 难道军营那边出现了什么事情吗 吕哲看着快步走到自己面前的吕哲 伸手拢了拢 自己衣袖 神色有些疑惑地看着吕哲问道 听到吕哲的话语 吕哲的面色微微一变 挠了挠自己头发 脸上露出来几分不好意思的笑容 看到在吕哲的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表情 吕哲的心中便已经知道 恐怕今日他的兄长还没有去过军营呢 接下来吕哲所说的话语则是刚好印证了吕哲的心中猜想 小弟 其实我今天呢还没有去军营呢 自己矿工被抓了个现行 吕哲其实还挺尴尬 要不然的话 他此时也不会一直抓自己头发 吕哲闻言是颇有一些无奈啊 竟然是真的没有去军营 脑海中回想起来 刚刚看到吕哲的时候 他那轻车熟路的样子 吕哲感觉到事情啊 这真相呢 好像要比他之前所想的还要更加糟糕一些 我说不仅仅是今天吧 是不是前几天的时候 你也没有去军营啊 为了看看自己脑海中的猜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吕哲决定呢 说话乍着吕布 依照吕布的性格呀 在别人质疑他的时候 他绝对会把真正的事情说出来 吕哲曾经用这样的方法 在吕布的口中套到很多消息 吕是不爽 这次吕布如同之前的时候一样 轻轻松松地便钻进了吕哲所说的话语的陷阱里 谁说的 我前几天的时候只不过是去军营去的有些晚 至今天本来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等处理完那件事 我便直接赶去军营 甘心吧 那个小子 若是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看到他 我还真是有点想他 吕哲文言 面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好出来了吧 接下来呀 就看看吕布啊 最近究竟是在处理一些什么事情 要知道除了自己安排吕布去教导 甘宁和徐胜两人之外呢 他并没有吩咐任何事情让吕布去完成 此时甘宁与徐胜两人都应该在军营中 吕布不去军营反而来到太尉府中 究竟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揉了揉自己因为看书的原因 而变得有些干涩的双眼 吕哲将自己目光放在了 站在自己面前的吕布身上 兄长啊 你口中所说的那件事情 什么事情 话语微顿 吕哲的面上笑容变得更加灿烂几分 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近你除了在军营中教导甘宁和徐胜两人的任务之外 没有什么需要你自己亲自去处理的事情吧 吕哲说话的嗓音很是温和 但是落在吕布的耳中就不是那种感受了 在听到吕哲开口的一瞬间 吕布便已经瞬间反应过来 虽然心中懊恼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轻易的便将事情给说出来 但是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紧紧盯着自己的吕哲 心中愁愁一番 吕布最终还是开口将自己 最近正在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这几天离开军营 在太尉府里面做的 其实也并不算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伸手在自己袖口中 掏出了一片绸缎 吕布便直接伸手递到吕哲的手中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不是要教导甘宁和徐胜两个人吗 在开始呢 教导甘宁的时候 我还在仔细地教 无论是出招的招式 还是时机力度 我都仔细与甘宁说上好几遍 但是经过几天教导啊 等到最后的时候 我方才发现 这样的教导方式 其实最终所能起到的效果 并不算是太好 后来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甘宁的训练 发现最终达不到我心中 所期望的结果的一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甘宁的基础 并不算是太牢靠 若是想要甘宁在以后的时间里 能够更快地提升 将他的基础彻底打实 是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都在想着应该怎样去做 才能够帮助甘宁将自身的基础 彻底打牢 伸手指了指 在吕哲手中的绸缎 吕布接着说道 小弟啊 你现在手中所拿的绸缎 上面所写的 便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针对于如何打牢武将的基础 我已经有了一个大体思路了 吕哲听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吕布 所说的话 并没有说什么 此时呢 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吕布刚刚 所递给他的那片绸缎上 在这份绸缎上密密麻麻地 写着吕布的心中想法 以及一些如何提升武将的基础的 大体思路和流程 吕哲虽然是对于武道上面的事情 并不算是很清楚 但是通过他自身的精神力推演 他能够很清楚地算出来 这一份被他拿在手上的绸缎 是真真切切地具有作用的 也正如吕布方才所对他说的那般 只要将这一片绸缎上的内容 全部都具现到现实中 按照上面的步骤 一步又一步地去实施 那么想要补全武将的武道根基 其实并不算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兄长 你所想的这份提升计划 如果流传到时间 不知道会引起一场怎样的轩然大波 你所书写的这些东西 若是能够将它们彻底地变成现实 它将直接改变现如今的局势 等到了那个时候 再想要实现我们心中目标 要变得轻松许多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六集 再一次看了看吕布 所递给自己的绸缎上面 所书写的东西 吕哲抬起了自己的头 眼神中满是郑重地看着吕布 吕布文言有一些惊讶 不至于吧小弟 我之所以将这些东西想出来 只不过是想要快速地 补全甘宁先前没有住好的根基 从而提升以后 我教导它的效果 就这样一份东西 哈能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 怎么会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呀 你说的这些 是不是有一些太夸张了 听完吕哲所说的话 吕布感觉有些晕晕乎乎的 他当初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所写出来的这些东西 竟然会有如此厉害的影响 吕哲轻轻地摇了摇头 抬起了手来 将自己手中紧紧抓着的绸缎 在吕布的面前轻轻地挥舞了几下 哇 兄长啊 不是我说的太夸张了 而是你想的有些太少了 于其平淡地说完了这句话 吕哲伸出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不说别的 单单谈论甘宁 你当初写出来这些东西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帮助甘宁 补足他以前的时候 根本没有完全打牢的基础 对吧 吕布文言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当初啊 之所以写这些东西 目的的确便是这个 你的想法很好 但是你想的有些太少了 兄长 轻轻地叹了口气 吕哲在吕布内有一些疑惑的眼神的注视之下呢 接着说道 你所写出来的这一份绸缎上面的内容 在刚才的时候 我已经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了 甚至于用精神力推演了一番 你知道我最终得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结论吗 不等吕布开口 吕哲便已经接着开口说道 从我的推演之中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 你在绸缎上面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 不仅能够帮助甘宁提升自己根基 同时呢 他还能够帮助天下间所有的武将提升自己根基 包括在军营中的那些士族 甚至是像我这样的谋士 都很有可能借助你在绸缎上面所写的那些东西 提升自己的根基的 最后重重地说出来的话语 吕哲紧紧地盯着吕布 缓缓开口问道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兄长 你还认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还仅仅是小事情吗 哦不不不不 不是小事 而是能够影响到世间众人的大事 而是能够直接改变当今天下局势的大事 吕布微微张嘴 一直等到吕哲说完 他方才明白过来 他这几天超空了来太尉府所做的事情 究竟是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没有想到 在不知不觉间 自己竟然已经影响到了世间的所有人 想到了这里 吕布的面上浮现出来了些许笑意 没有想到啊 我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做出了这样一番大事情 吕哲轻轻地点点头也是笑了起来 是啊 兄长 若不是今日看到了 在太尉府中看到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 你竟然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 将自己手中拿着的绸缎 轻轻挥舞一下 吕哲直接将其收到自己袖口中 这个东西我先收着了 等到以后有了合适的时机之后 我再将兄长你在绸缎上面的 所写的提升根基的方法 推广到全军 好好地提升一番我们这边的实力 这样的话啊 就算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以我们的部队实力 也不会有任何需要担心的地方了 吕布听到吕哲的话 心中有些疑惑 兄弟 为什么不现在 便将这绸缎上面缩写内容 直接公布出去啊 更早地提升我们自身实力 以后在应对危险的时候 我们胜利的可能性 不就多了一分吗 在吕布看来 还不如现在就将这绸缎上面的内容 直接呢 就公布在军营中 让全体的将领和士族 都是提升自己根基 从而在短时间之内 快速地增长军营之中的 将领和士族的能力 吕哲文言 轻轻地摇了摇头 哈 不 现在还并不是最为合适的时机 现如今吴郡之中的平静 还只是暂时的 那些死在城池之中的探子 长时间没有将情报传递回去 他们背后的那些人 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来探知我们这边的具体情况的 在没有彻底地解决这部分麻烦之前 我们就直接将绸缎上面的内容 攻不出去的话 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 整个大汉都会知道 提升根基的方法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刘便在刺探吴郡这边的具体情况 没有得逞的情况之下 他定然会采取再一次的行动 心中清楚这一点的履辙 才不会如此轻易地 便能够将这提升军队整体实力的方法 在此时公布出来 听到吕哲的话语 想明白了其中关键的吕布 轻轻地点点头 哦 原来如此啊 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不可能会发生什么冲突吧 坐在车脸上 听到坐在自己身旁的吕哲口中 所说出来的话 吕布有些狐疑地说道 在他看来啊 两人刚刚见面 就算是脾气性格再不活 也不会直接就打起来啊 蔡哲说了 徐胜的身旁还跟着个黄忠呢 若是徐胜与甘宁两人打起来 黄忠会不会去帮忙啊 轻轻地摇了摇头 吕哲感觉到 他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能够出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吕哲怂怂自己肩膀 见吕布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也就没有呢 再多说些什么 他这心中 其实很清楚 徐胜与甘宁两人会打斗的情况 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那些推测的依据啊 都是后世的书籍上所写的内容 此时吕哲就算是想要跟吕布详细解释一番 他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猜测 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有力的论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吕哲索性也就不说了 徐胜与甘宁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究竟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等到了他与吕布到了军营中 见到黄中他们几个人便知道一切了 身在向后微微地依靠 舒服地靠在座位上 吕哲的左手轻轻地摸了摸 被安安稳稳地 放在自己袖口之中的那一片绸缎 在自己脑海中开始筹化起来 其以后的用途 提升自身挥下视力的根基 这是绸缎上面所书写的内容的真正作用 但是究竟要何时 才能够将这一个提升根基的方法 公布下去呢 又要怎样去应对那些文心而来 想要从他的手中 搞到这个方法的 其余的外部势力敌人 这是吕哲需要去主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其余的一些影响嘛 倒并不是太需要吕哲太过操心了 他有着极度的自信 只要他将这提升根基的方法 告诉麾下的众多士族与将领 那么除了太过于庞大势力的侵入与刺探之外呢 他在这世间 就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存在了 究竟要什么时候 才能将这提升根基的方法 直接公布呢 右手在自己大腿之上不停地划着东西 吕哲的口中呢喃着 开始在自己脑海之中 仔细地筹化起来 坐在吕哲身旁的吕布 原本还想询问吕哲一些 有关于甘宁和徐胜两人的事情 但是当他扭头看到吕哲这样的行为之后 便直接扭过头去 开始静静地观看起来路边的风景 虽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 此时吕哲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 但是呢 他很清楚在吕哲思考的事情 特别是呢 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轻易地去打扰他 想到自己曾经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 打扰到正在思索问题的吕哲 从而迎来了一连串的抱负 吕布便感觉到自己身上隐隐作痛呢 那件事情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但是只要一想到 吕布还是感觉到那一幅幅场景 就是在昨天 经过了这几天的走访调查 你们几个人对于此时城池中的具体情况 是不是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正走在街道之上的周瑜 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转过自己身子 看向了紧紧跟随在自己身后的四个人 面上带着笑意 开口询问道 法正听到周瑜的话 也是停下了自己脚步 轻轻地点点头 的确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同时我对于城池中的那些百姓心中 究竟是有怎样的想法 也做了一个大致调查 得到了一些结果 周瑜文言 获为赞赏地点了点头 不错啊不错 孝直啊 你能够主动地去找百姓调查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们这些处理政务的人 若是想要更好地完成自己手上那些文书 适当地了解城池中的民众意见 以及他们自身情况 也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 因为只有我们在摸清楚了当地的情况 与形势的情况之下呢 在知道了民众的心中 究竟有着什么诉求的条件之下 我们才能够更好 更快地制定出一些 有利于民众的政策与决定 说完这句话 周瑜转头看向 站在法政身旁的徐树 袁哲啊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你都有着什么样的收获啊 我在之前带着你们闲转的时候 发现你和广源恭威他们几个人 对于城池中的街道颇为熟悉 是在以前的时候 便曾经来过这边吗 想到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 带着徐树法政他们几个人 四处调查的时候 徐树等人的表现 周瑜轻轻地挑了挑自己眉头 有一些好奇的 看着徐树问道 徐树文言轻轻点点头 在没有正式加入到太尉府之前 我和广源恭威几个人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 这个城池情况 同时也为了了解城池中的百姓 对主公和周先生的看法 我们在这附近转了许久 也询问了很多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对一些周边的环境 方才会比较熟悉 周瑜在听到徐树所说的话语 眼神中闪过几分了然的神色 原来是徐树他们几个人 在前不久的时候 刚刚在这一篇转过 也难怪他们对于这边的情况如此熟悉 诶 原志啊 你看看远处那个人是不是孔明啊 趁着众人都没有说话的间隙 站在徐树旁边的梦见 伸手扯了扯徐树的衣袖 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指向自己的右前方 徐树闻言顺着梦见手指所指的方向 直直地看了过去 看到那一道熟悉的身影 徐树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公卫 你并没有看错 远处那个人正是孔明 说完这句话 徐树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朱先生啊 原志忽然想起来 自己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 事情比较紧急 就不再次多多逗留了 先行离去 得罪了 说完这句话 徐树朝着周瑜拱了拱手 便直接转开自己身子 迈开步子 想朝着前方走 离开这片地方 然而呢 他才刚刚转身 一只手便已经搭在徐树的肩膀上 一道声音在徐树的耳畔响起 这么着急做什么 原志 有一些僵硬地转过头 看见伸手拽住自己的人是周瑜 徐树顿时感觉自己松了口气 原来是你抓住的 周先生 我还以为是 以为是什么 周瑜收回自己抓住徐树肩膀的手 然后有兴致地看着徐树 开口好奇地问道 徐树扯扯自己袖口 再一次后退了几步 并未将其内心中的真正想法继续说出来 没什么 周先生 我的确有些事情 需要去处理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这句话 徐树便想要直接离开 石涛站在另一侧 看到徐树动作 轻轻地摇了头 原志 你现在就算是想要走 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因为孔明已经看见我们几个人了 说完这句话 见徐树面上表情 猛然一变 石涛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朝着徐树的右后方 轻轻地伸了伸手 示意逃往后看去 缓缓地转过头 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 面上带着笑 一步接着一步地 朝自己这边走过来 徐树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彻底放弃了离开的想法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787集 已经被孔明看到了自己的踪迹 接下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伸手整理一番自己身上的衣裳 徐树面上挤出了几分笑 朝着孔明走来的方向迈步而去 孔明啊 没有想到你来得竟然如此之快 我原本还以为还需要再等几天 你才会来到吴俊这边呢 看着此时已经来到自己面前的孔明 徐树伸出双手 搂住了这位比自己稍矮上几分的少年谋士 语气热情地说道 哼 几天未见 颇为想念啊 周瑜站在后方 看到徐树这般模样的表现 不禁是摇头失笑啊 若是在之前的时候 自己没有看到徐树那般急切地 想离开的样子呢 单单是看此时徐树的表现 周瑜说不定还会信上几分 开口夸赞一句 两人的情仪颇好 但是在刚刚看到徐树的表现之后 再看徐树这样的表现 周瑜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啊 原职每一次见到孔明的时候都是会这样吗 看着聚在一起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的徐树与诸葛亮 周瑜偏头看向在一旁的 孟剑和石涛两个人 开口有些奇怪地问道 孟剑和石涛两个人 与徐树和诸葛亮是自己好友 想来他们对于平日里的徐树和诸葛亮之间的交流呢 会比较了解 孟剑轻轻地摇摇头 面色有些古怪 平日里原职再见到孔明的时候 可是高兴非常大 他们两个人经常会讨论一些事情 有时候夜深了 原职便会直接住在孔明的家中 今日原职之所以想逃走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来吴郡这件事情 孔明当初是不同意 在吴郡的形势尚未彻底的明朗情况下 便直接过来的 但是现实之中究竟是怎样情况 周先生您是清楚的 孟剑的话语刚刚落下 一旁的石涛便已经开了口了 而且原职啊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可是拉着我和宫威两个人一起来的 自己的三个好友 在吴郡的形势 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的情况下 便急急忙忙地来到吴郡 甚至于连离开的消息都没有告诉自己 这样的事情 要是落在周先生的身上 您会不会生气啊 周于文言轻轻地点点头 见远处的徐叔与诸葛亮 仍旧在说着一些什么 朝着站在自己身旁的众人 轻轻地挥了挥手 周于直接朝着远处走去 我们一起过去看一看 当初的时候 我可是答应了原职的 在碰见孔明的时候 帮助他好好挡一挡 这可不能够食言呢 听到周于所说的话 石涛和孟剑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小声地交流一番 点点头 随着周于一同走去 法正呢 则是紧紧地跟在三个人的后面 目光落在诸葛亮的身上 似乎是在想些什么 原职 还没有走到徐叔的身旁 周于便已经开口喊道 听到周于的声音 片头看见一行四人 朝自己这边走过来的身影 徐叔停下自己 与孔明继续交流下去的想法 转而开始呢 为双方介绍起来两边的人物究竟是谁 这石涛和孟剑两个人 诸葛亮本来就认识 所以徐叔在介绍众人的时候 只是简单地一带而过 介绍的重点还是在周于和诸葛亮的身上 等到将众人的信息全部都说完了 让大家的心中对于对方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 徐叔方才看向孔明 眼神中有着几分好奇的神色 孔明啊 不知道你刚才和我所说的 专门为我所准备的礼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话语微顿 徐叔伸手指了指 站在自己身后的周于 周先生便是吴俊之中的大人物 有他在你可以说出来 自己这一次究竟带了什么东西吧 孔明先前在与徐叔交谈的时候 跟徐叔说了 他在离开龙中之前 特意为徐叔准备了一份礼物 但是在吴俊之中的大人物的见证之下 他才会将那一份礼物交给徐叔 听到徐叔所说的话语 顺着他手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孔明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龚锦先生的名号 孔明在龙中的时候便已经听过了 这样的人物自然算得上是大人物 现如今正好 有龚锦先生在场 我便将之前在龙中所准备的礼物 给大家看一看吧 话语微微地一顿 孔明将自己目光落在了徐叔的身上 云直 希望你在看到我送给你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之后会喜欢 话语中带着几分神秘 徐叔听到孔明所说的话 心中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有一种感觉 若是让孔明将他要送给自己的礼物 真正地展示在众人面前的话 恐怕自己以后的日子便不好过了 孔明啊 我忽然不想看你究竟要送给我什么了 要不然你收回去吧 听到徐叔的话 孔明轻轻地摇了摇头 礼物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呢 原志啊 你还是好好与龚锦先生一起看一看 我想送给你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吧 说完这句话呢 不再看徐叔脸上的表情 诸葛亮伸手在自己身后的杯囊之中 拿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包裹 包裹的外面 用竖条细绳紧紧地捆覆着 还绘制有一定的图案 图案绘制起来也并不算太复杂 只是简约的线条的累加 但是在远处看去 这些被绘制在包裹上的图案 倒是有几分奇异的美感 仅仅是从外表来看的话 并不能够看出来 诸葛亮从自己杯囊之中 拿出来的包裹 里面究竟是有着什么东西 但是有一点 在场的众人都能够确定 那便是诸葛孔明在龙中的时候 为徐叔特意准备的这份礼物 并不算是很大 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仅仅是从包裹的外在大小上面 便能够轻松地推出来的 周瑜站在诸葛亮的前方 看着诸葛亮手中所拿着的 那一个包裹 眼神中有几分好奇的神色 他也想要看一看 诸葛亮在龙中的时候 究竟为徐叔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 周瑜的心中有一种直觉 那便是诸葛亮口中所说的礼物 对于徐叔而言呢 可能并不是什么惊喜 反而还有可能是惊吓 毕竟按照之前的时候 石涛和孟建两人口中所说的 诸葛亮对于徐叔带着他们二人 在无准形势 还没有彻底地稳定下来的时候 便直接前往这里的行为 绝对是十分生气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若是诸葛亮还能够给徐叔 带来惊喜一般的礼物 周瑜感觉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要比吕哲坚持早起的可能性 还要小 文威啊 你说孔明会给原职带来什么样的礼物啊 石涛站在周瑜的身后 看着被诸葛亮紧紧握在手中的小包裹 也是好奇的很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咱们与孔明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对于他的性格 难道还不了解吗 别看孔明此时嘴上说的是好东西 但是等到他真正打开包裹的时候 原职看到孔明送给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感觉原职啊 都有直接哭的可能了 孟剑听到石涛所说的话 片头看了看 面上表情有一些微妙变化的徐叔 挪了挪自己脚步 贴近石涛小声地说道 石涛原本见到孟剑动作 还下意识地想后退几步 但是等到他听完孟剑所说的话语之后 也是重重地点点头 对于诸葛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 他们两个人在长期与诸葛亮相处的过程中 已经大致地领略一二了 颇有一些同情地看了一眼徐叔 石涛快速地收回自己目光 还好孔明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原职身上 要不然的话 就算我们两个人是被原职喊过来的 恐怕也 孟剑文言动作一顿 与石涛一样 快速地看了眼徐叔 随后他再一次贴近了石涛 小声地说道 等到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我看咱们两个呀 还是先别回州府了 徐叔要是真的被孔明惦记上 我怕原职在之后的几天里 会拉着我们两个同归于尽的 这样的事 在龙中的时候啊 徐叔便已经做过几次了 孟剑的话让石涛想起来 他们四个人以前在龙中时候的记忆 颇有同感地点点头 石涛直接拉着孟剑 朝着后方退了几步 和原职距离远一些 等到这边的事情结束 我们就直接走 这几天呢 无论如何也不回州府 此时仍旧在紧紧地看着孔明手中所拿着的那个小包袱 猜测着里面究竟是有着什么东西的徐叔 心中还并不是很清楚 在不知不觉之间 石涛和孟剑两个人已经做出来了 暂时远离他的决定 见众人都将自己目光 集中在自己手中所拿着的那一个小包裹上面 诸葛亮微微一笑 直接将包裹递到了周瑜的手中 宫敬先生 这个包裹还是由你来打开吧 周瑜文言 抬头看了看面上带着笑容的诸葛亮 轻轻地点点头 上下翻看了一下 这一个并不算太大的包裹 仔细看了一番包裹外面的包装之后 周瑜没有丝毫地迟疑 便直接伸手解开绳扣 一层一层地打开了包袱 速度很快 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包裹外面的包装便已经全部拆下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一卷竹简 看到包裹里的东西 周瑜的脸上出现了些许惊恶的表情 他曾经在包裹打开之前 猜测过里面究竟会是有着什么东西 但是他想到了许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却根本没有想到 在包裹里面所放着的东西 居然会是一卷竹简 竟然是一卷竹简 法正在看到包裹中的竹简 直接惊讶地喊了出来 这竹简绝对不会记载着太多的知识 因为它并不算是很大 徐树站在远处 看到被周瑜紧紧地握在手心中的竹简 长长地叹了口气 根本就不用去看竹简上面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 仅仅是看到他的外观 徐树的心中便已经知道 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恐怕没有什么好日子好过了 孔明啊 竹简之上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啊 周瑜伸手颠了颠手中竹简的重量 有些好奇地看着孔明问道 回宫锦先生 这一卷竹简上面 写了一些我对于日后的 吴郡中的城池发展的规划 草草成书 写出来的东西并不算是太多 但是想来 在短时间之内 对于吴郡的发展 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听到孔明所说的话 周瑜微微挑眉 也顾不得去和诸葛亮说些什么 急急忙忙地打开竹简 开始认真地看起来 竹简上面所书写的内容 远处石桃和孟剑两人 相互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来果然如此的神色 徐树站在一旁 听到诸葛亮的口中 所说出来的话 伸手重重地 一拍自己额头 后悔不已 自己当初究竟犯了什么病呢 为什么非要当着周公锦的面 去看孔明究竟 想给自己送的什么东西 现在倒是好了 等到周公锦看清楚了竹简上面 所书写的内容 明白了其中的重要性之后 只需要孔明站在一旁 轻轻地耳语几句 说自己适合这份工作 恐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那自己就没有什么 可以休息的空闲时间了 几乎是在听到 诸葛亮所说的话语的一瞬间 徐树的心中便已经知道 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悲惨生活了 轻轻地摇了头 再一次叹了口气 徐树抬起自己的头 看向了仍旧在认真的 阅读孔明所书写的 竹简上的内容的周公锦 周先生看得如此认真 看来他对于孔明所提出来的这些策略 心中也应该是十分赞成的 自己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恐怕真的要没有清闲日子了 轻声地呢喃了一句 徐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 石涛和孟剑两个人的身影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八集 他的脸上露出了几分阴险的笑 不行 广源和龚威他们两个人 当初也是在吴俊的形势 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的情况之下 直接跑到吴俊这边来的 以后的日子里啊 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啊 绝对不能够让广源和龚威他们两个人闲着 如同石涛和孟剑两人之前交谈的时候 所猜测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 徐树已经在自己心中谋划起来 究竟应该如何去做 才能够将石涛和孟剑也拉到与自己一样的境遇中了 好计策 好计策呀 就在徐树的心中思索着 怎样才能够将石涛和孟剑也拉下水的时候 周瑜已经是仔仔细细地看完了一遍自己手中所拿着的竹简 和尚竹简脑海中浮现出来自己刚刚所看到的竹简上的内容 周瑜忍不住出声赞叹道 被诸葛亮所写的这份竹简上 虽然没有写出来要达成那样的目标 要让城池更快地发展起来 具体细节应该是怎样的 但是呢 他却是给出了大体的方向 有了大体的方向 周瑜有信心 就算是没有诸葛亮的帮助 单单是依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他也能够将计划中的具体细节 全部地完善出来 等到将竹简中所书写的计划细节 全部写出来之后 想实施计划绝对要轻松得很 法正站在周瑜的身后 听到周瑜夸赞的话语 努力地踮起自己脚尖 想要看一看 周瑜手中所拿着的那份竹简上 究竟是写着什么样的内容 原本正想要开口与诸葛亮说一些什么的周瑜 注意到站在自己身后的法正的动作 微微一笑 伸手朝着法正轻轻地挥了挥手 在将法正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同时呢 他直接伸手将竹简递到法正的手中 想看就拿去看吧 正好可以看一看 别人是怎么样出谋划策的 好好地学习学习 法正文言感觉周瑜有些看不起自己啊 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谋士 为什么就是我要学习别人 怎样出谋划策的 我学习 怎么不是别人学习我呢 在文斗中 我可是只输给过徐员直的 这个叫什么孔明的人 难道要比徐员直还要厉害不成吗 心中愤愤地想着 法正接过了周瑜递给自己的竹简 直接翻开 就让我好好看一看 那人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 让本天才好好地阅读一番 再给你们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 一边轻声地呢喃 法正一边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 竹简上诸葛亮所书写的内容 当初这周瑜和徐述两个人谈论 关于诸葛亮的时候 法正呢 他正在周府的院落中盘袭领屋 并没有听到有关诸葛亮的任何事情 要不然的话 法正在清楚诸葛亮的才能之后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这么狂妄的话语的 给诸葛孔明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 这样的事情啊连徐述都没有做过 在文斗中败给徐述的法正 自然是更没有可能了 孔明啊 你给我的这份竹简上 所书写的关于日后的城池发展规划 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这些规划都是一些大致的目标 以及需要完成的任务 并没有太过于具体的细节 但是我依旧从这份竹简中看出来了有许多有用的信息 只要将这些规划中的细节全部都填充完毕 对于日后的城池发展 对于城池中的百姓的生活 绝对是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的 初言夸赞了诸葛亮一番 周瑜偏头看了看 站在远处的徐述 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开口问道 虽然你给我的这份竹简上面 所书写的内容很有价值 但是对于你之前所说的话 我的心中还是有着几分疑问的 你刚开始的时候说这竹简是给原职的礼物 可是现如今这份竹简已经落到我的手中 并且已经是看完了竹简上面所书写的内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竹简还算是你给原职的礼物吗 将自己目光落在孔明的身上 周瑜想从他的口中得到答案 正如龚锦先生之前所说那般 这只是一份大致的计划 具体细节还没有完善 在我看来 原职便是最适合去做这个工作的人 孔明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这也正是我给原职的礼物 原职当初在离开龙中的时候 便曾经与我说过 要在吴俊中做出一番事业 要更好地帮助太尉 在我看来 这便是他施展自己才能的一次机会 对于他来说 我送给他这份礼物 他应当会喜欢 说完这句话 孔明看向不远处的徐叔 原职啊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你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能怎么看呢 徐叔在自己心中疯狂地吐槽 面上却只能够挤出了几分笑 重重地点点头 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是应该的 周瑜在听到诸葛亮所说的话语的一瞬间 便已经明白诸葛亮的心中想法 转头看向远处苦笑点头的徐叔 周瑜伸手 揉揉自己眉头 没想到啊 这诸葛亮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去惩罚徐叔 在给了徐叔一份功劳的同时 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彻底地没了清闲 原本还是要帮助徐叔 劝劝诸葛亮的周瑜 看到这样一副场景 轻轻地摇了摇头 直接打消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嗨 就这样吧 这徐叔虽然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可能会苦一些累一些 但是呢 却可以给他积累一下不小的功劳 对于他日后的发展 也是有着不小的好处的 心中微微地移动 周瑜转头看向站在自己身后 此时仍旧在看着竹简上面 所书写的内容 眉头紧缩的法征 伸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孝芝儿 你在周府中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就跟着原职一同去完善孔明所书写的 竹简上面的细节部分吧 这对于你以后的发展很有好处 你啊 也可以借此机会 多跟原职交流学习 语气平淡地说出来这些话 周瑜将自己目光落在法正身上 见法正轻轻地点头 接下了自己布置给他的任务 周瑜的面上笑容更加灿烂几分 原本他还在头疼啊 吕哲之前所说的那个 少年谋士养成计划 究竟应该怎样去展开 没有想到 现如今竟然有了展开的契机了 将自己目光一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人群最外侧的 石涛和梦剑两人的身上 但是还没等周瑜开口 他便已经看到了石涛和梦剑两人 整齐地摇头动作 周先生 我和广源还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 就先回去了 不等周瑜将自己心中想法说出来 已经猜测到 他究竟是想说什么的石涛 便已经现一步开口了 提出来了 他与梦剑想离开的想法 虽然是这心中有些奇怪 但是看到石涛和梦剑两人的脸上 那般急切的表情 稍微地考虑一会儿之后 周瑜还是点头同意了 他们两个人的请求 既然你们两个人需要 有事情去处理的话 那么离开便是了 话音刚刚落下 周瑜便看见石涛和梦剑两人 重重地一点头 扭头便跑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已经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了 哼 这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在逃跑一般 口中呢喃了一句 周瑜收回自己视线 看向了此时仍旧在交谈的诸葛亮和徐叔两个人 虽然说在刚刚的时候 徐叔同意了诸葛亮的提议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好好地完善诸葛亮所书写的 竹简上面的计划的细节 但是在那之后 两个人似乎还在商议着什么东西 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两个人 周瑜静静地站在远处 与法政交谈一番之后 便一同地研究起来诸葛亮所书写的 那份竹简上面的内容 过了许葛亮 过了许葛亮与徐叔两人方才结束谈话 刚刚结束与诸葛亮的交流 徐叔便抬起头来视线四散 查看起来周围的情况 但是在仔仔细细地看了几圈之后 发现并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两道身影 徐叔猛然之间睁大了自己双眼 出现少 广元和宫威他们两个人呢 再一次搜寻了一份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的徐叔 快走几步 到了周瑜的身旁 语气有些急切地问道 周瑜闻言 伸手指了指 先前的时候 石桃和孟剑两人离开的方向 哦 他们两个人说 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处理 所以先走了 哎 竟然走了 听到周瑜所说的话 徐叔呆呆地站在原地啊 他原本还在计划着 将石桃和孟剑两人也拉进来 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来完善孔明 所写的那个竹简上面的计划 但是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 仅仅只是自己与孔明聊天的功夫 石桃和孟剑两个人便已经走了 徐叔的心中很清楚啊 石桃他们两个人这一走 估计等到自己再一次见到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自己这边的任务都已经快要完成了 有些忧怨地看了眼周瑜 徐叔收回自己目光 石桃和孟剑两人能够离开 这绝对是周瑜放行的效果呀 想到自己之前想离开 却直接被周瑜伸手给拽住 徐叔的心中顿时感觉一阵苦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你和孔明都已经商量好了吗 见徐叔没有再说什么 周瑜看着不远处的诸葛亮开口问道 徐叔点点头 都已经商量好了 从明天开始 我便会正式地开始完善孔明所写出来的那份计划 将其中的细节全部地填充完整 孔明会在旁边监督的 若是有什么细节的出现错误的地方 他会指出来 周瑜文言 伸手指了指 站在自己身旁 此时仍旧在阅读着竹简上面 所书写内容的法证 有你和孔明在我便放心了 法正啊 在以后的时间里呢 也会跟在你们的身旁进行学习 若是有什么杂索的事情 直接让他去做便是了 说完这句话 又与不远处的诸葛亮聊了一会儿 周瑜便直接带着他们 朝着太魏府的方向走去 孔明今天 算是正式地加入了吕哲麾下 趁着时间还早 周瑜呢还打算带着他 在太魏府中好好转一转 熟悉熟悉环境 这样的话 以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都会变得方便一些 并没有走太长的时间 大致地走了一半的路程 看到了在另一侧的街道之上 所过来的两道熟悉身影 周瑜等人停下自己身形 公姐啊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让手下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吕哲坐在车中 看着周瑜一行人 开口问道 周瑜等人先是拱手行礼 随后周瑜便轻轻一侧身 将站在身后的 诸葛亮给露了出来 孔明今日刚刚进入城池中 我打算带着他去太魏府 好好的熟悉熟悉环境 孔明 原本懒散地坐在车上的吕哲 闻言顿时来了精神 诸葛亮那是吕哲的偶像啊 早在发布广昭天下谋事的告示之后 吕哲的心中便已经期待起来 日后诸葛亮到来时候的场景 在与徐树日常交流的时候 吕哲便经常询问他 有关诸葛亮的事情 按照徐树的估计 在吴俊的形势彻底地稳定下来之后 诸葛亮应该离开了隆中 朝着吴俊而来 看现如今的情况 和徐树当初所说的时间 倒是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仔细看了一番诸葛亮 见于自己以前在脑海中 所猜测的相貌相比 并没有太大差别 吕哲的面上喜色更甚了 身高八尺 容貌甚伪 果然是如此啊 微微点头 吕哲在坐于自己身旁的吕布呢 小声说了几句话 随后便直接翻身下车 走到周瑜等人身旁 诸葛孔明 我在原职处曾经听闻过 许多有关于你的事情 实乃卧龙之才 诸葛亮文言 公身行礼 孔明当不得太尉大人如此夸奖 虽然是如此谦虚的推辞 但是听到吕哲 对于自己这般高的评价 诸葛亮的心中 也难免是高兴非常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百八十九集 自己尚未真正的施展能力 仅仅是从原职的口中 听到了一些有关于自己的事情 吕哲便已经是如此 这让诸葛亮颇为感动 此时尚浅年轻的孔明 在听到吕哲的一番话语之后 已经是感觉自己热血上涌 恨不得直接便为吕哲 筹谋划策一扫天下 但是想到现如今吴郡之中的形势 孔明还是强压下了自己心中的冲动 出谋划策事情不及 日后有的是机会 吴郡现如今的平静 不过是暂时的 等到日后吴郡中波澜再起 亦或者是其余的势力 再一次盯上吕太尉麾麾下的实力 自己再根据形势出击也不迟 周瑜站在诸葛亮的身旁 听到诸葛亮谦虚的语气 确实有些不满意了 孔明啊 何必如此谦虚呢 依我看 以你的能力 足以当得上主公的夸奖 说完这句话 周瑜的左手直接伸进自己 右边的衣服袖口中 将之前的时候 在城池中诸葛亮所献出的计策 递到吕哲面前 主公 这是在刚才我与孔明交谈的时候 他所给我的物品 上面所写着 他对于日后城池中发展的一些规划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好几遍了 这些规划确实可行 若是我们能够将孔明所说的这些政策 全部都实行出来的话 对于我们日后的发展 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助力 同时 这也能够较好的 改善城池中百姓的生活 到了那个时候 只需要将这边的生活情况 以及百姓的日常传扬出去 世间的百姓 在对比自身处境之后 他们应当都会做出来正确的选择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口 也会迎来一次爆发性的增长 周瑜详细地解释了一番 诸葛亮所给出的这些政策的作用 与影响效果 不仅仅是为了让吕哲省去一些阅读时间 同时 也是为了让吕哲充分地认识到 诸葛亮的才能 在周瑜看来 以诸葛亮的才能 完全是可以不计较其年龄大小 而是直接让其身居高位 吕哲听到周瑜所说的话语 颇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 仍旧静静地站在远处的诸葛亮 随后方才伸手接过了 在周瑜手中的计策 没有想到啊 孔明刚才来到吴郡中 便已经给我准备了如此大的惊喜 轻声地说了一句 吕哲开始快速地阅读起来 诸葛亮所给出来的那些 针对于日后城池发展的计策 有着周瑜之前的解释 再加上吕哲阅读的速度 并不算是太慢 一会儿的功夫 吕哲便已经读完了 孔明所想出来的这些东西 将手中计策收好 吕哲再次抬起了头 看向孔明的目光中 带上了几分赞赏的神色 孔明果然才智惊人 有了这些计策 如同龚锦所说那般 在未来的时间中 伴随着计策的逐渐实施 人心凝聚 定可以成就一番大事 诸葛亮面楼笑容 并未过多地说些什么 默默地接受了吕哲的称赞 适当的谦虚可以 但是过分的谦虚呢 就有些不应该了 对于吕哲的这番称赞 诸葛亮认为呢 自己还是有能力去接受的 法正站在周瑜的身后 听到吕哲夸赞诸葛亮的话语 在空中轻轻地挥舞了 一番自己的拳头 在不久之前 还想着在文斗中 解决诸葛亮的法正 在看到诸葛亮所给出的 计策的那一刻 便已经彻底地认清楚了 自己与诸葛亮之间的差距 现如今法正的心中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抓紧时间提升自己 在以后的时间里啊 一定也能够得到 太伟大人的夸赞的 在心中暗暗地发誓 法正已经开始琢磨起来 自己日后的学习 与提升计划 注意到了法正的小动作 吕哲微微地一笑 并未对此说些什么 而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孔明所给出的计策虽好 但是这仅仅只是大体脉络 对于其中的具体细节 却是没有过多的描述 吕哲的话语刚刚出口 原本已经有些 缓过神类的叙述 面色顿时已苦 周瑜文言呢 直接笑了出来 哼 主公啊 对于这一点 你就不需要去担心了 在孔明当初制定 这些发展策略的时候啊 他便已经想好了 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填补细节 你说是不是啊 原直 转身看向原直 周瑜有些揶余地笑着问道 徐树听到周瑜这调笑的话语 伸手苦恼地揉了揉自己头发 随后呢 朝着前方迈了几步 走到吕哲面前 弯腰再一次行了一礼 回禀主公 孔明先前的时候 已经将填充有关 计划的细节的任务 交给我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将会与孝职 一同完善该计划的相关细节 争取早日计划能够实施出来 吕哲听到徐树所说的话 联想到 徐树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 顿时就明白了其中的 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隐情 看着面带苦涩的徐树 他也是大笑出声 徐树与诸葛亮二人 在吴郡的形势 还没有彻底地稳定之前 心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 在参与功臣宴的时候 徐树便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甚至于他还特意地说了一番 若是孔明知道自己 在吴郡的形势 还没有彻底地稳定之前 便直接带着石涛和孟建 两人来到这边 孔明肯定会好好地教训自己一番 原本吕哲的心中还在想 孔明再见到徐树之后 究竟会有怎样的行为 现如今他算是知道了 原来如此 笑了一会儿 吕哲方才再一次将自己目光 落在了徐树与诸葛亮的身上 既然孔明已经对于计划的细节 全部做出了安排 那么就按照孔明所说的那样去处理吧 原子与孝子两个人的能力 我还是很信任的 不过 脑海中浮现出了石广源与孟宫威的身影 想到最近这几天的时间中 周瑜一直都是带着他们几个人 走在城池中 了解民情民意 吕哲现如今有些好奇 他们两个人是去做了什么了 似乎是知道吕哲想问一些什么 还没有等吕哲开口 将剩下的话语说完 徐树便已经是颇有些无奈地开了口 广源和孔威他们两个人 在之前的时候 说自己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 所以宫锦先生 已经让他们两个人先离开了 吕哲文言轻轻地点了点头 看着满面苦涩的徐树 吕哲面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的灿烂 伸手轻轻地拍了拍徐树肩膀 吕哲原本是想安慰他一番 但是想到石涛和孟建两人的突然离开 却是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 稍微地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因为被自己搭着肩膀 而有一些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徐树 吕哲开口说道 不要想太多了 原职 你与孝职两个人 若是能够将这一部分计划 细节的全部都完美地完善出来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能力呢 将会是一个巨大提升的 母观看向远处的街道 看着那熙熙攘攘的人群 吕哲接着开口说道 只不过这份工作可能会辛苦一些 因为我有一种预感 在你和孝职没有完成这份工作之前 你可能见不到广源和宫威他们两个人的身影了 徐树沉默并没有开口 这一点在他知道石涛和孟建两人究竟是去做什么的时候 心中便是已经有了猜测了 不过你放心 在你和孝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 我会帮你找一些谋士 来让他们和你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至于石广源和孟公威他们两个人 我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别的工作的 这几天投奔在自己麾下的谋士呢 可都是能够在这世间排得上名号的人物 有这样的顶尖谋士在自己阵营中 吕哲可不会白白地放着不用的 经过这几天的时间走访 将来无论是徐树 法政他们一行人 还是那些在他们之前就加入到太尉府中的谋士 应该都已经熟悉了城池中的情况 以及自己呢 足以担当什么样的职位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吕哲下一步所要做的事情呢 便是给每位谋士都派发任务 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自己作用 孔明的出现 只不过是让吕哲的心中计划提前了几天 但是对于最终的大局影响 其实呢并不算是很大 甚至于还能够让吕哲的目标更早 更加顺利地完成 原本还面露苦涩的徐树 在听到吕哲的话语 在确定自己刚刚的确没有听错的情况下 历史心情变化了起来 面上浮现出来了笑容 整个人和先前的时候相比 也变得有活力了许多 主公英明 广远和公威啊 他们两人才能不在我之下的 大喊了一声 徐树像是才想起了什么一般 在吕哲面前伸手指了指身后的孔明 主公 孔明乃是卧龙之才 要不然就让他来和我一起完善 他所提出来的计划细节吧 这计划本来就是他提出来的 若是有他帮助的话 想来我和孝直能够更快地将计划细节 全部的完善完毕的 悄悄地扭头看了眼诸葛亮 徐树的嘴角露出了几分轻笑 哼 没有想到吧 孔明 你想要让我去做苦力 嗨 我在完善计划之前 要把你拉下水 吕哲文言 看了看在这个时候 抬起头来的孔明 并未直接说出自己的决定 而是将最终的选择权交给了诸葛亮 孔明啊 你怎么看 你要和原汁他们一同去完善计划吗 诸葛亮听到吕哲的问话 虽说有些惊讶 吕哲会问自己的意见 倒是呢 也没有太多的迟疑 微微地点点头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若是原汁执意要求的话 我倒是可以去帮助原汁一番 这个计划毕竟是我提出来的 正如原汁所说的 有我在一旁进行协助的话 想来原汁与孝执他们两个人 也能够更快地完成这项任务 这样的计划还是尽早完善就好 那样的话 对于未来的形势 也将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诸葛亮说话的声音 并不算是很大 但是站在他身旁的众人 却都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甚至于就连一直坐在车碾之上 并未下车的吕布 此时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见诸葛亮对于徐术刚才 所提出来的建议 并没有什么意见 吕哲在自己心中 稍微地思索了一番 也就同意了徐术的建议 既然孔明没有什么意见 那便直接依照袁职所说那样 孔明与袁职孝职一起去完善这份计划的细节 能够早一些完工是最好的 说完这句话 吕哲将自己目光再一次放到徐术的身上 袁职啊 对于这样的决定 你可是满意了 徐术虽说 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呢 也没有想明白 只是点了点头 魁禀主公 袁职十分满意 虽说是心中郁闷啊 为什么诸葛亮会如此轻易 便同意了自己所提出来的那个提议 但是在短时间之内 徐术呢 倒也是想不出来什么原因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头 轻轻地吹了口气 徐术索性不去想这件事情 管他有什么想法呀 反正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孔明都是要陪着自己 一起去完善相关的城池发展计划 能够让孔明和自己一同去处理政务 这样的结果 徐术的心中已经是十分满意了 就算是在处理政务 完善有关于日后城池的发展细节的时候 孔明心中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至少在工作上面 他是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地方的 心中这般想着 徐术看了看孔明 对着他轻笑几下 孔明见到徐术的行为 回了个微笑 见徐术再一次收回自己目光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原职啊原职啊 就算你将我拉到与你一同去处理政务的工作中去 又能够怎么样呢 我本来就是这个计划的提出人 对于究竟怎样完善其中的细节 可是心中早就有了准备的 等到了真正工作的时候 我轻松无比并不用花费太长的时间 便能够完成自己所负责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时间我就站在你身旁 不知道你究竟会有怎样的想法呀 脑海中浮现出了徐术那一副坐立难安的模样 诸葛亮失笑地摇了摇头 可怜的原职啊 你还不知道啊 在我跟你共同处理政务的时候 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事情在等着你呢 行啊 我看相关的事情都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 我和兄长呢还需要去趟军营 你们不是要去太尉府吗 直接去吧 见有关于城池日后发展的工作安排 已经商量完毕 屡着抬头看向了天空之上的天色 随后对站在自己面前的周瑜等人说道 周瑜文言轻轻地点点头 那我就直接带他们几个人去太尉府了 主公 屡着焊手道 去吧去吧 看着周瑜带着诸葛亮 徐术 法正等人呢 朝着太尉府所在的方向走 屡着站在原地静静地看了一番 便直接翻身上车 吩咐属下再一次朝着军营赶去 小弟 刚刚站在周瑜后面那个青年 便是诸葛孔明 你口中所说的 具有卧龙之才的谋师 吕布刚刚并未下车 但是也听清楚了之前 吕哲与周瑜他们几个人谈话的内容 此时呢 吕哲一上车 还没有等他彻底坐稳 吕布便已经开口问道 吕哲轻轻地点点头 眼神中有几分感慨的神色 不错 那名青年便是我之前的时候 常常跟你提起的诸葛亮 诸葛孔明 此乃是惊天伟地之才 当得起卧龙称号 你别看他现在声名不鲜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出过手 等到以后的时间变得不平静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真正出手的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对于他的评价会那么高了 现如今的他 还是有些年轻啊 说完这句话 看着街道之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吕哲却是话锋一转 不过你也别看他如今年岁上小 但是他却已经是饱读诗书 凶有秋贺 以诸葛孔明现在的能力 就算比不上宫锦 他们两个所差的 应该也不算很多了 吕布听到吕哲这样评价 心中满是惊骇 兄弟 这孔明他竟然有如此高的才能 我虽然平日里对你所说的话语都十分信服 但是你说他此时的才能 便已经能够跟公锦相提并论 是不是有些过于夸张啊 对于吕哲此时给出来的 有关于诸葛亮的评价 吕布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无论怎么说 诸葛亮的年纪看起来都是有些小了 吕布平日里虽然说 与周瑜接触的时间并不算是很多 但是因为周瑜经常来找吕哲的原因 他对于周瑜啊还是比较了解的 在吕布看来 周瑜已经可以说是当今世上能够排得上名号 甚至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的谋士 但就这样的一名谋士 吕哲竟然说 自己刚刚所看见的那名青年 已经是与他差不多的水平 这样的话语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在听到吕哲所说的话语的第一反应 可能都是不相信 吕布呢 跟那些人的反应一模一样 也并不是很相信吕哲所说的 对于诸葛亮的评价 他感觉这些评价有一些过于夸张了 吕哲听到吕布的话语 伸出了一根手指 在他的面前轻轻地摇晃几下 呃 不 兄长 不是我说的夸张 我这样说呢 其实还是有些保守 你要相信 诸葛孔明自身的实力 可能要比我刚刚所说的 还要厉害上许多 在如此年轻的年纪 便已经能够想出 有利于整座城池发展的计策 能够想出来有利于 平民生活的方法 这样的人物 你感觉他是不是天生的谋士 他是不是未来不可限量呢 说完这句话 吕哲便轻轻地摇了头 身躯朝着自己后方依靠 直接半靠在座椅上 兄长 你要记住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 你不要看孔明如今的年龄尚小 便感觉他没有太厉害的能力 孔明啊 他是未来能够真正地站在这个世界的顶层人物 他未来所想出的计策 是能够改变世间的形式的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吕哲的脑海中浮现出了 诸葛亮日后的出谋划策的身影 日后孔明定然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吕不文言呢 还想说什么 但此时他的脑海中 一直都在回想着 吕哲先前所说的话语 一时间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沉默了 或许真的如同吕哲所说那般 此时的诸葛亮已经拥有了能够与周瑜相抗衡的实力 但是他并未展露出来 而是将其隐藏起来 等待着未来的某一天 找寻到合适的实际 彻底地展露自身的光芒